翻越到异界,成为正在遭受审判的太虚圣帝圣子 被未婚妻柳如烟和天命主角叶晨联手污蔑 圣帝所有弟子对我口诛笔伐 我直接绑定超级反派系统 反手将他们全部镇压 就连主角的金手指师尊也只能成为我人黄帆的主婚 秦鲁,你可认罪 这股记忆,我这是穿越了,还成为了太虚圣帝的圣子 秦鲁,你嘀咕什么 老夫问你,你到底认不认罪 我没罪 呵呵,你勾结天魔宗不仅杀害了同宗弟子 还偷到了圣帝的圣系太虚中 人正物正俱在,由不得你不认罪 师兄,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认罪吗 师兄,我知道你既恨我和圣女 可就算这样,也不是你投靠天魔宗的理由 秦鲁他勾结天魔宗杀害我圣帝弟子 一定是为了修炼天魔宗的功法吞天魔宫 这秦鲁说不定压根不是什么孤儿 是天魔宗早就安插在我们太虚圣帝的一个奸细 一年前藏经阁里面四项剑法被偷,也一定是秦鲁所为 秦鲁,三天前,我丢了血衣是不是你偷的 秦鲁,我叫旺财被言堵撒,我看就是你干的吧 此时众人都在痛打落水口 污蔑就如同不要钱一般 朝着秦鲁鲁铺天盖地地宣泄过去 够了,秦鲁,执法堂长老指控你杀害同宗弟子 勾结天魔宗,道娶我太虚圣帝圣物 此事可为真,给我如实回答 兵,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超级反派系统,结成为您服务 作为一个反派,就要凌驾于天道之上,镇压诸天 掌控亿万生灵,唯我独尊,是污蔑还是事实,重要吗? 请宿主做出选择,选择一,承认污蔑,超级反派系统仿电,获得开机大礼包 选择二,极力否认,系统将会离你而去 童子,你不会坑我吧,我这剧本怎么看都像是主角剧本 你告诉我,你是反派系统,我要是承认,不会被弄死吧 童子数到三,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 卧槽,秦鲁,你为何不回答圣主的问题,你是兴趣了吗? 对对对,你们说的都对,都特么是我秦鲁干的 卧槽,卧槽,我胡变的,国家旺财,是被我撒了吃肉了 他竟然也藏烟了 秦鲁真的偷了我的谢衣,难道他暗恋我? 哎呀,这一切都是我干的,就是为了嫁祸给你 没想到秦鲁你居然直接承认了,天日过后 圣子之伟和柳无焉都是我夜沉的了 你说的没错,是我杀了那些师兄弟,我就是为了修炼吞天魔宫 宿主承认污蔑,访定超级反派,系统成功,获得梦想成真 开击大礼包,获得神奇功法,吞天魔宫 你也说的没错,我不是孤儿,国家是显赫 比你太虚圣地强大一万倍,我就是天魔宫的奸细 身份存疑,血脉寻心,发现宿主,乃是大秦帝朝 流落在外的皇子,帝朝强者,已经在前来认亲的路上 还有这种操作,牛逼啊,童子,那岂不是能 还有你,你说的也没错,一年前,就是我潜入了藏经阁里面 盗走了四项剑法,还有三年前,我潜入了藏宝阁 盗走了九转玄丹,还有十八年前,秦罗越说越起劲,嘴角比AK都要难压 师兄,你闹够了没有,你就算是不想要认罪,也不至于在这里胡言乱语 一年前,藏经阁被盗的时候,你明明不在圣地之中 怎么可能是你到取四项剑法 柳逼烟竟然为秦罗说话,他们难道还就前未了 不行,林诺,你今日必须要死 承认偷盗,获得完整派虚中圣接下品 获得完整四项剑法,圣接下品,获得九转玄丹,天接下品 系统牛逼克拉斯啊,泰虚胜地的泰虚中,走五百年前一场大者不中队 唯能实不存一,四项剑法本身也没有可天,而系统奖励的居然都是完整 师妹,你刚刚不是说让我认罪的吗,现在我认罪,你又说我没做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啊,这样,你说我认什么罪,就当我认了什么罪,行吗 师兄,你变了,你之前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说话 不要叫我师兄,你的师兄已经死了 在你一次次选择相信别人污蔑他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契运之女,有些许后悔情绪产生,损失一天契运值 玄魅之体,怪不得前主是一条田口,原来柳如烟拥有这种勾人的体质 童子,查看一下我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已打开,诉主自行查看 大秦帝朝皇宝,此见极为尊贵之人,那我岂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了 应发现契运之子,姓名叶晨,契运等级五阶青色 好家伙,契运等级还挺高,还是要老刘,短饭留契运之子吗 废柴崛起,怪不得心里这么隐碍,多次的刺激陷害钱 童子,怎么才能把他的契运值耗光 奏主镇压,杀死契运之子,可让契运之子契运归零 抢夺契运之子机缘,女人等,打压契运之子心境等 也可让契运之子损失契运值 师兄,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师妹说话 如今人争无证据在,你就算是胡言乱语也无用 还是尽快认罪,圣主或许会对你从轻发落 哪个家伙裤子没有垃圾,把你给露出来了 秦师兄,贵于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今日我要代替众多死在你手中的师兄弟们 向你挑战,我要为他们报仇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都特不是我杀的 那今天就再多你一个 不要总,就是但,反派就应该,无法无天 无所顾忌,诸天皆敌,又如何 人死秒朝天,不死万万年 获得奖励,四项剑法,领悟圆满 派虚中,炼化完成,吞天魔宫,领悟完成 圣主,要不要出手拿下轻落 先等一等,这夜晨天不顶尖 这段时间修炼进展速度之快 令人震惊,正好看看他的战力如何 既然敢挑战秦洛 他自然是有自己的考量 既然你们说我偷到,那我就偷到一个给你们看 五五九天 卧槽 是活五九天 没错,就是秦洛盗取了四项剑法 实锤乱 这怎么可能,四项剑法的残本明明还在我的空间戒指里 不对,这招剑法 秦洛已经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天哪,秦洛竟然是如此的剑道奇才 原假规格 这夜晨的确有些手段 这夜晨的确有些手段 只能以劈海晋修为扛下这一击 两人巨大的境界差距 所以让他一战成名 但其终究是靠了外力 反而秦洛的剑道天赋更让我震惊 还没完呢 你真以为你面前的那个破灰能够挡住我 秦师兄 就算你把偷来的四项剑法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又如何 我前甲规格动天晋之下无人可破 那你看好了 身风破月 圈儿,此人这一招剑法已经达到了圆满之界 而且乃是攻击最为犀利的金属性 旋甲规格挡不住了 这是四项剑法的另一招 秦洛他竟然补齐了四项剑法的另一招 圣主 秦洛乃是剑道天才 天赋绝伦啊 徒长老 调停这场战斗吧 是 圣主 秦洛速速助手 否则老夫把你震杀当场 卧槽 这怎么可能 秦洛不仅计算了我的悬甲规格 竟然还拥有太虚忠 可太虚忠明明还在我戒指里的师尊手上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外面 太虚忠 定然修复了 平洛竟然还有这种手段 小子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秦洛 你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如今还冲伤叶层四地 你失望不失望 关我屁事 我们很熟吗 柳如烟 心境崩坏 损失五千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千反派值 柳如烟 你个既当又利的家伙 你可是我的未婚妻 竟然勾结叶层诬陷谋害于我 你这种贱人 怎么有脸站在这里对我说教 但凡你要点毕丽 就闭上你的嘴 柳如烟 心境 持续崩坏 损失四千气韵值 宿主获得 四千反派值 够了 我说够了 是圣主 马德 圣人真特么牛逼 秦诺 我再问你一句 你可认罪 欲加之罪 何患无此 让我认罪 无非你跪下来求我 卧槽 明顽不灵 本来看在你 见到天赋不凡的份上 打算留你一命 如今是你自己找死 可惜了 这么一位见到奇才就要陨落了 好一个太虚圣地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辈 是寒月圣人 秦洛 本圣宝了 寒月到异界 成为正在遭受审判的太虚圣地圣子 被未婚七柳如烟 和天命主角叶晨 联手污蔑 圣地所有弟子 对我口诛笔伐 我直接绑定超级反派系统 反手将他们全部镇压 就连主角的金手指师尊 也只能成为我人黄帆的主 秦洛 本圣宝了 该死 秦洛怎么还有圣人在背后撑腰 师兄 你得想个办法 此人手段太过离奇 要是不死 我心难安啊 叶晨原本只是单纯的想要弄死秦洛 现在反而对秦洛生起了苦惧之意 他害怕 放心 太虚圣地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圣人中期还带不走他 寒月圣人 今日这时乃是我太虚圣地的架势 你非要插手不可吗 你们架势不架势的我不管 但秦洛 今日本圣保定了 给我一个理由 秦洛乃是我亲传弟子至亲师兄 不知道这个理由够不够 你是说婉宁 师妹婉宁 乃前主师尊的女儿 同样和秦洛是青梅竹马 两人关系轻如兄妹 前主师尊离世后 前主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 疼爱有家 难怪一直没见婉宁出现 原来是去搬救兵王 没错 你师妹沈婉宁 现在是本圣的亲传弟子 是他恳求我来救你一命 今日本圣救你一命 来日你和婉宁就在吴瓜葛 柳圣主 给我一个面子如何 好 这个面子我给 秦洛你可以带走 不过太虚中必须要留下 你说留下就留下 那是我太虚圣帝的圣气 你说是就是啊 你叫他一声 你看他答应吗 今日谁也走不了 见过老祖 小子 你自求多福吧 本圣已经尽力了 作为我太虚圣帝的圣子 竟然盗取我太虚圣帝圣气 背叛我太虚圣帝 谁给你的勇气 大秦帝朝 四方侯方醒 前来拜访 马德 宝子的人终于来了 今天 彭彭都要给我跪下 大秦帝朝 一个比太虚圣帝强大数倍的势力 大秦帝朝的开创者 乃是大地警强者 大秦帝朝之中 但凡封侯主必为圣人 先把秦洛带下去 是老祖 我是秦洛 四方侯 我在这 不知道四方侯来此所为何事 该死 秦洛又死不了了吗 四方侯方醒 见过九皇子 卧槽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是大秦帝朝的皇子 秦师兄竟然是大秦帝朝的九皇子 这怎么可能 完了 如今已经彻底的交恶了秦洛 如果他真是大秦帝朝的九皇子 来日 必定会报复我们太虚圣帝 呃 四方侯 秦洛乃是我太虚圣帝审诉长老从外面捡来的孩子 四方侯是不是搞错了 我大秦帝朝自有自己的检测手段 已经确定秦洛殿下乃是我大秦帝朝九皇子 这就不需要向你太虚圣帝说明了 九皇子殿下 还请您跟随我前往帝都 不着急 四方侯 我现在正被太虚圣帝审判了 尔等竟然敢审判我大秦帝朝皇子 太虚圣帝 你们胆子大得很啊 回禀四方侯 之前我们并不知道秦洛是大秦帝朝的皇子 他之前乃是我太虚圣帝的圣子 他触犯了我们太虚圣帝的律法 自然是应当审判 刚刚他还三番两次的想要助我于死地 敢谋害大秦帝朝皇子 当战 卧槽 秦师兄 你变了 徒长老只是禀公子法而已 你杀害我太虚圣帝弟子 盗取我太虚圣器 人证物证俱在 哈哈哈哈 人证物证 你说的人证不就是你和叶诚吗 你亲眼看到我杀了太虚圣帝的弟子吗 我我我 回答我 叶师弟 他他亲眼看到了你杀害我太虚圣帝的师兄弟们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秦罗你杀了我太虚圣帝的弟子 而且你施展的四项剑法 还有太虚中 不都是乌证吗 你为了一起致死 杀害我太虚圣帝门人 盗取圣器 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精彩精彩 好一手带脏的手段 不过我认为 你叶诚才是杀害了太虚圣帝的 盗取圣器 还有四项剑法 四方侯 不知道我可否检查他手中戒指 毕竟我代表着大秦帝朝 秦朝的皇族不能蒙受不白之约 你说对吗 叶诚心境慌乱 损失三千气韵值 自主获得三千反派值 九皇子殿下想要查 自然可以 不知道太虚圣主以为如何 不行 我戒指里面有我的秘密 我不允许任何人查他 而且听诺你盗窃也是事实 你刚刚使用的太虚中和四项剑法 难道是假的不成 我太虚圣帝的弟子也是有骨气的 怎容你随意搜查 是啊 太虚总都在亲落手里了 难道太虚总是假的不曾 哈哈哈哈 你们口口声声声说 这是你们太虚圣帝的太虚主 和你们太虚圣帝的太虚主 什么鸟呀 你们不清楚吗 我还是那句话 你说这是你太虚圣帝的太虚主 你叫他 他答应吗 别告诉我 你们堂堂太虚圣帝的圣主 没有催动太虚中的门 是啊 圣主怎么不催动圣虚中 林长老 我请问你太虚圣帝的四项剑法 是残缺的还是完整的 这 我太虚圣帝的四项剑法乃是残片 只有活无九天这一招 你们只有活无九天这一招 而我却能够施展出来全部的四项剑 甚至于四项合一 你们信不 妖孽 这绝对是万年无一的见到妖孽 你们只有一招 而我拥有全部 那你们这个谁偷了谁的呢 叶辰 污蔑我是需要付出代价 你不就是想要这圣子之味 还有那个婊子吗 婊子 秦师兄竟然说我是一个婊子 柳如烟心境皆为崩溃 损失五千气韵值 宿主获得五千反派值 你要的东西在我眼中 犹如粪土一般 今日 你那戒指必须拿出来 否则 你走不了 你我太过优秀 天命主角叶辰就要污蔑于我 可他万万没想到 我居是大秦帝国尊贵的九皇子 今日我不但要挖他箭 还要收复他的师尊 师尊 救我 我之前就说你过于冲动了 现在果然出意外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件事就当沉而错了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如何 这女人不简单 灵魂体积为强大 恐怕已经达到了圣王之境 她很强吗 灵魂确实强大 不过她也就只有灵魂 懂了 对对对 错就是错 什么叫做就当叶辰错 如果你觉得我污蔑了 还请拿出证据 否则 今日我和叶辰不死不休 没想到这个流落在外的九皇子 竟然有如此实力 看来 递都要热闹了 小辈 你可知道拒绝我的后果是什么 什么 你都已经被人打成了灵魂体 还有嚣张的本钱 今日我就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天有多高 苏广阁架是什么来历 都休想在我面前伤害我大秦帝朝的皇子 大秦帝朝 呵呵 好大的威风 四方猴 如果加上太虚忠 你是否可以镇压的女子 可以 好 那他就交给你了 叶辰 今日我就要揭穿你这伪善的面具 我叶辰堂堂天子娇子 害怕了你一个小小的秦洛不成 好手段 接我这招 四项剑法 目之缠绕 给我滚 服务九天 这是四项剑法活五九天 大乘境界的活五九天 暴露剑法 总比把小命留在这里要好 而且我也想好的理由 怎么去唐寺圣主他们 卧槽 太虚忠 这是我们太虚圣地的太虚忠 叶辰心态崩塌 师父竟然坑塌 损失五千气韵值 做主获得五千反派值 这就心态崩塌了 趁你命 要你命 你这剑骨不错 可惜你把握不住 今日后便归我吧 师尊救我 小子 你敢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叶辰剑骨被挖 损失二十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二十万反派值 该死的小子 不但不给我面子 还挖了我弟子的剑骨 今日你必死 不好老祖 他要引爆态虚忠 这已经被激发出来的 太虚忠就彻底废了 太虚忠 现在我们掌控不住 阻止不了他 拼天由命吧 不好 老方 你不行呢 还是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 该死 又来一个圣经 叶辰 走 提醒宿主 叶辰师尊要逃 同此建议 立刻消耗全部反派值 兑换宝物拦截 兑换兑换 速速兑换 兑换成功 消耗全部反派值 获得捆魂绳 圣接下品 打魂鞭 圣接下品 承儿 拉我一把 哇 流逼 叶辰 抛弃金手指师尊 损失二十万 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二十万反派值 有皇子 这是 这是捆魂绳 专门用来束缚灵魂的 童子建议宿主 花费二十万反派值 可以兑换人皇帆 四方侯 可否容我处置这个女人 殿下请便 如此便多谢了 处置他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先回我在圣地的洞府吧 有劳四方侯 在外稍等片刻 殿下请便 童子 兑换人皇帆 兑换成功 获得人皇帆 圣接下品 你可愿意成为我人皇帆的主魂 小辈你敢 我可是西皇女帝 你敢如此羞辱于我 没想到你 居然还是女帝 这波赚大了 不管你曾经是什么女帝 你现在就只是我的阶下球而已 你休想让我臣服 那可由不得你了 老方 他不过就是一个流落在外面的皇子罢了 你怎么对他如此的恭敬 刚当那个灵魂体刻是圣经的灵魂 如果慢了 可是能够换大价钱呢 老郑 你可小看我们这九皇子了 你可知道 我刚来的时候 我们这位九皇子正在做什么吗 在做什么 他作为太虚圣地的圣子 在接受太虚圣地的审判 圣子 这个九皇子 竟然能成为太虚圣地的圣子 而且 他似乎是知道我会出现一般 我觉得一切的节奏 好像都在我们这位九皇子的预料之中 他手中竟然有数件圣器 现在房间里面蒙蔽了我们感知的东西 估计也是圣器 如此说来 确实不凡 兄弟 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回到帝都报仇 九皇子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九皇子可是所有皇子之中 唯一一个没有背景的人 雪中送炭 可比的上井上添花 呃 此事事管重大 容我好好考虑一下 我答应 我答应你了还不成 姐姐姐 早答应不就结了 非要自讨苦吃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人黄帆欢迎你的到来 不愧是系统出品 仅一天一夜就炼花完成了 有了这西黄女帝的加入 我这人黄帆都变得格外强大 呃 该死的叶辰 你竟然欺骗我利用我 柳容烟对叶辰失望至极 损失五千气运值 宿主获得五天反派值 说就失望了 我以为是一个终极傻白田呢 你那乖徒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 呃 可恶 我为了叶辰出手 而叶辰却这么对我 只要叶辰当时出手帮我一下 我就可以逃走 那里需要忍受神狂 鞭打的痛苦 可叶辰一丁点的风险也不愿意冒 别提他了 今日起 我和叶辰算是恩断一决了 西黄主动和叶辰恩断一决 后续机缘落空 叶辰损失一万气运值 宿主获得一万反派值 他出取的地方是随机的 但距离这里一定是万里之外 罢了 先不管他了 接下来先练花他的剑果 来自地球 不仅觉醒超级反派系统 还是大秦帝国尊贵的九皇子 天命之子面对我只能落荒而逃 就连他的精神的出尊也只能够众 吞天魔宫 你竟然得到了吞天魔宫 吞天魔宫已经遗失了数千年 就连天魔宗也没有 吞天魔宫 吞天实地 吞是各种特殊体质的本源 最终甚至可以演变成 三千神体之手的混沌体 吞天魔宫 给我吞是 宫是夜城剑谷 夜城损失 两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两万反派值 剑谷永远离我而去了 秦洛 这手我记下了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把你搓骨摇晖 救命啊 小姐 你没事吧 多谢公子 无妨 顺手未知罢了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位公子 刚刚在妖兽的手中救了我 多谢公子救了我家小姐 还请公子随我们去万剑山庄做客 庄主必定后报 软饭流男主的优势 在这一刻又发挥了初代 只是吞是剑谷 就让你见识达到圆满之剑 修为夜脸破两层 吞天魔宫 果然不凡 那是当然 这么重要的时刻 必须拍照纪念一下 你这手机哪来的 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苹果13只要2500多 比星机便宜了1400 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 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解 跟星机一样支持一年质保 上面M1芯片的苹果本也只要3500多 真心推荐 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转 我这就去看看 好了 你先进人黄帆好好休息吧 殿下 我们是不是要即刻前往帝都 马上就是皇族血脉洗礼的大事了 嗯 皇族血脉洗礼 四方猴可否详细说说 殿下还是由我来告诉您吧 还未请教 莫将破军猴正透 见过九皇子殿下 日后愿在殿下麾下 小拳马之劳 什么情况 证人竟强者 不然要效忠我 之初反常必有妖 破军猴还是先讲解一下血脉洗礼的事情 是殿下 皇族的血脉洗礼 是大秦帝朝每十年一次的盛事 通过武斗挑选皇族之中 天赋绝伦之辈进行一次血脉 从头到尾的洗礼 殿下你身为皇子 自然不需要竞争就可以拥有一个名额 而现在武斗已经结束 名额也已确定 殿下回归帝都 就注定会让名额少一个 这么说来会有人记恨我了 没错 这点殿下不得不防 毕竟皇子赞上赢 可是足足有九位 而未来的弟子之位只有一个 有龙夺敌吗 有意思 我喜欢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帝都了 秦师兄 竹烟误会你了 你那么疼爱竹烟 一定不会怪罪竹烟的对吗 果然 秦师兄还是爱我的 不会怪罪 你脸呢 你长得不想的倒是挺美啊 卧槽 秦洛 你凭什么打圣女 你有什么资格 打女人 我呸 秦洛我看不及你 诬陷你的是叶晨 自己没有本事去嘎了叶晨 拿圣女出什么气 霍君侯 羞辱大秦帝朝皇 应该如何处置 散散 卧槽 师兄 你变了 是你的 晦气 走了 秦洛 可曾想好脱离我太虚圣帝 要知道 大秦帝朝可不只有你一个皇子 只要你留下完整的四项剑法和太虚中 我太虚圣帝可以做你的靠山 小小太虚圣帝也配做我的靠山 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秦洛 我倒是要看看你在大秦帝朝能够走到什么地步 有人质疑宿主 没有靠山 系统检测到宿主母族血亲 还有一人在世 是否唤醒 唤醒需要耗费全部反派值 速速唤醒 靠山有了 反派值还会远吗 从今日起 我和太虚圣帝一刀两 白日碰到你们太虚圣帝的任何 不是你死就说 今日起 你还是恐惧的 霍君侯 你为何想要投靠我 要知道 我只是大秦帝朝流落在外的皇子而已 未来竞争弟子之位 也比不上我那几位哥哥吧 不瞒殿下 我挣脱在地都有仇家 他们的势力很强 不会有任何一个皇子敢于接纳我 因为得不偿失 九皇子 您或许是我最后的选择了 我看得出来您的不凡 跟着您我未来或许有一线 希望回到帝都报仇血恨 你跟着我 或许打得更快 更高 这样你还愿意呢 莫将愿意追死殿下 随死无害 好 那么从今日起 你挣脱就是我情络之护从 有朝一日 如果你为我战死 我会替你报仇血恨 杀你一切仇敌 莫将挣脱 愿为殿下征战 你说你发现你那个便宜徒弟了 没错 我发现了他的方位 距离这里格外的遥远 这可算是一个好消息 幸运之子必须嘎 绝对不能让他成功 殿下 接下来的帝都之行 属下就不能陪你前往了 你要多加小心 你放心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回到帝都报仇 正好有件事交给你去办 之前从太虚圣地逃走的那个家 就在这个位置 要干了他吗 不用 盯住他 打探出来他具体的消息 汇报给我就行 别看圣托是圣人 但想要杀弃孕之子 还是有些困难 必须是自己这种反派亲自出手 才能万无一失 我还没死 我还没死 好啊 我没死 那么你们就应该死了 大梦千年 凌雾大道 身亡不过二二罢了 大秦帝都我来了 离告圣女 您之前让关注的秦洛 他好像被太虚圣帝审判了 太虚圣帝 呵呵 他们那时不知道死活 通知下去 我要见到活着的秦洛 他救我一命 我救他一命 一命还一命 足够了 太虚圣帝指控秦洛勾结天魔宗的事情 并非空穴来风 在秘境之中 前主秦洛 曾救了重伤的天魔宗圣一命 我不嫁 秦帝已经下令 哪里容许李拒绝 难道想要让我顾家满门抄斩 他长相 人贫等我一无所知 就因为他是大秦帝朝的九皇子 我就要嫁给他吗 没错 就这个身份已经足够了 可我就是不想嫁给他 除非他自己愿意取消婚约 否则的话 顾清雪作为帝都有名的美人 随后立刻把自己的田狗们召集起来 将自己要嫁给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九皇子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引得他的田狗们愤怒不明 陛下的命令 清雪不敢违背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除非九皇子他能够主动退婚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九皇子 配不上清雪 我看应该让他知难而退 这件事交给我 等那九皇子一到 我一定让他知难而退 主动退婚 多谢沉默哥哥 一句沉默哥哥 让沉默的骨头都酥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镇压情络 搂着顾清雪 逍遥快活的场景 林轩哥哥 清雪好想你 放心清雪 我不会让你嫁给其他人的 大秦帝巢的九皇子而已 就算是我杀了他 也没人能调查出来的 林轩哥哥真厉害 希望他自己识时误 我林轩的女人 不是谁都可以惦记的 哎呀 真不好 是大秦帝巢流落在外的九皇子 今天是我第一次重返帝都 可我的未婚妻和天命之子 居然在马车上 给我戴有颜色的帽子 作为反派的我 只好将他们去家 殿下 前方就是帝都了 一会就会有宗人府的人出面 把殿下带进帝都 四方侯不去帝都吗 我还有军务在身 既如此 这一路感谢四方侯的照顾 殿下客气了 见过四方侯 四方侯一路辛苦 这位就是九皇子殿下 皇子我们还需要一起去宗人府 确定一下你的身份 应该的 嗯 那个家伙 应该就是大秦帝巢的九皇子了 他长得不如林轩哥哥好看 发现气韵之子 姓名林轩 体质五行灵体 气韵等级 四间 纠为神通境巅峰 从微墨之中崛起的气韵之子 杀伐果断 得到大帝传承的他 目中无人 又一个气韵之子 有意思啊 帝都果然卧虎堂龙 发现气韵之女 姓名顾清雪 体质 玄兵灵体 气韵等级 一阶修为辟海境九层 豪门贵女 命中注定的主角女人之一 气韵之子和气韵之女同时出现 有意思啊 殿下再会 四方侯一路辛苦 殿下我们进城吧 你就是新来的九皇子 他也是你们宗人府的官员吗 回禀殿下 这位乃是鹦鹉侯府的小侯爷 哦 这位小侯爷 你找我有失 看在你是皇子的份上 我沉默也不为难你 签下这份退婚协议之后 我沉默就教你这个朋友 有意思 顾清雪是吧 原来我在帝都 还有个未婚妻啊 小侯爷是吧 我如果不签呢 九皇子怕是第一次来情斗吧 你可知道情都之中卧虎藏龙 一砖头砸下去 都有可能砸到一尊圣人 你一个小侯爷 谁给你的勇气威胁本皇族 啊 你找死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看 他这是想要谋杀皇族 我杀了他 应该算自卫粉机吧 卧槽 小侯爷住手 你想要谋害我大秦帝朝的皇子吗 谋杀皇子 满门当诛 不过是一条田狗而已 扎了只会当我的手 而徒增麻 等我靠山一到 我在帝都也得横着走 顾清雪 泽泽 有人为了他 都敢公然谋害皇子了 这女人魅力得有多大 李大人你是否知道 回殿下 顾清雪是大秦书院 顾服院长的爱女 在地都颇有美名 看来这种女人成为我的未婚妻 我也不亏 对吗 皇子殿下身份尊贵 能够配上殿下的人 自然是少之又少 哦 是吗 我觉得 我的未婚妻 已经前来迎接我了 放心 她看不见的 这辆马车经过我的特殊炼制 即便圣人境界 也无法探查内部 更何况 她从未见过你 嗯 里面那个女人是你的未婚妻吗 作作 那个女人 可是有些不知道廉耻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惩罚她 秦洛听得出来 西黄语气里面的忧怨 还有期待之色 果然被调教过的女人就是不疑 我有些变态了 顾清雪 顾小姐 我的未婚妻 我猜 你就在这辆马车里面吧 林轩哥哥 怎么办 无妨 回她一句便走 九皇子殿下 清雪今日只是来看看殿下而已 既然见到了 清雪就回去了 刚刚听说 顾家小姐是帝都难得的美人 不如出来一见 我倒是要看看 你配不配得上本皇子 清雪今日偶感风寒 殿下不要为难清雪了 是偶感风寒 还是不敢出来 你不要太过分了 无脑舔狗 我觉得你这马车里面 还有一个男人 偷情 这个习惯可不怎么好 我倒是要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胆 敢如此羞辱我大秦帝朝皇室 林轩哥哥 怎么办 放心 只要我们不出去 这辆马车的防御 非圣进不可破 他奈何不了我们 太虚准陪我了 卧槽 圣圣气 正是两个人 我的天哪 这么刺激的吗 固男寡女共处一室 真刺激啊 那男人是谁 还竟然敢和皇子抢女人 李大人 有人勾引未来的皇子妃 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置 有强者在暗中窥视 好像和那小子是一伙的 或许是他的护道者 我和林轩哥哥是两情相悦 怎么是勾引了 愚蠢的女人 你这不便想承认我们偷情啊 你这让我准备好的说辞 一点也用不上了 林轩有些气节 准是一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一万反派值 则则 勇气可加 我猜 我和你的婚约 应是秦帝所用的 你现在说你要和其他人死的 你是在违抗秦帝之命 羞辱我大清皇室吗 皇子 我和顾清雪小姐 并未月轨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清白 非要让我把你们捉奸在床吗 今日 你竟如此羞辱于我 我必斩你 四项剑法 惊风破远 有点意思 可惜 一切都是枉然 请先给我唱 林轩哥哥 林轩被重创 无敌信念崩坏 损失十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十万反派值 是你逼我的 我还不想动用这个底牌的 不要动 有人来了 何人敢在地都 重地私自动手 当我大清律法不存在吗 镇摩斯百户林轩 见过陆统领 不错 不错 一段时间不见 你竟提升到了神通巅峰 想来距离华神 竟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么年轻的神通 竟九层 我乃是大清帝朝 九皇 秦洛 你镇摩斯百户林轩 公然私会我未婚妻 请陆统领主持公道 林轩 何有此事 一切都是误会 还请陆统领明察 既然是误会 那这件事就过去了 马格 赤裸裸包庇 公子 我的靠山什么时候到 消耗一万 反派值 可推测一次 好家伙 公子你在趁火打劫 推测推测 消耗一万 反派值 推测成功 目标距离 大秦帝都 还有三日路程 不出意外 三日之后必到 既然是误会 那就算了 不过 我觉得此女确实配不上 当的正妻不行 索性 就当的妾室吧 你 敢动灭你满门 不如三日后 你来参加我的那妾仪式如何 头冒绿光 林轩心境 持续崩坏 损失五万五千气韵值 自主获得 五万五千反派值 走了 这个九皇子可真是一个祖宗 太嚣张了 这件事就当吃个闷亏吧 不管怎么说 对方也是皇子 回去之后 我派你出去执行任务 先避一避风头吧 多谢陆统领好意 这事情没有解决 我暂时不会离开的 那婚事乃是陛下亲定 你不要乱来 大丈夫何患无期 有些女人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多谢陆统领提醒 我自有办法 经过宗人府一番血脉检测 情络最终被确定是大秦帝朝的九皇子 先天繁体 没有任何特殊体质 看来这九皇子未来的成就注定有限 大人 九皇子现在已经是神通境九层 证明他的天赋应该算是不错的吧 不过就是被人拔苗助长罢了 用了无数的天才地宝 帮他洗髓卖 想要呈上 难 圣人才有资格在这个世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圣人之下皆挪移 那过几日的血脉洗礼岂不是 他是皇子 不要把你那些算计打到他的身上 否则的话 被追究起来 我也保不住你 这就完了 回禀殿下 已经检测确定 殿下却是我大秦帝朝九皇子 哦 是吗 那你可知道我母族是哪一族 这这这 下官不知 九弟 想要知道你母族的消息 找我呀 我知道啊 参见八皇子殿下 九弟 这么多年 你在外面受苦了 放心 你既然回来了 哥哥一定好好补偿你 来酒的煞 点心肥不会 我可算是见到家人了 八哥 九弟 八哥 九弟 九弟 走走走 我们去望月楼喝酒 我给你好好接风洗尘 红门院 我倒要看看 你想找什么药子 一地看上哪个 哥哥送你 这酒里面加了东西 可这是什么东西 一些春药之类的罢了 有我在 没意外 那就好 是吗 既然八哥那么大方 我也就不客气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我都要 好 既然弟弟都想要 那哥哥 我只能是割爱了 你们下去准备准备吧 是 殿下 哥哥 我送了弟弟一份大礼 弟弟答应我一个 小小的要求 不过分吧 这是秦虎 他是我们皇族的后裔 按照辈分来说 你还是他叔叔 秦虎 叫酒叔 酒叔 你说 作为叔叔 不能抢侄子的东西 对吗 这个协议我不能签 哦 是吗 弟弟 你这是不给哥哥面 虽然要抢小费的东西 弟弟 你最好考虑好了再说 八哥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正因为我是长辈 所以这东西 我不能签 尊敬长辈 这是小费的义务 更何况 一个废物的后辈 培养起来 有什么用 你放屁 就算你是皇子了 今日我秦虎也要挑战你 让你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废物不可怕 可怕的是废物不自知 还妄图挑衅强者 这点后辈 八哥你也愿意提醒 呵呵 是吗 秦虎可是我宗室之中 有名的天才 九弟说秦虎是废物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自然是连废物都不 狂妄自大 给我 就这 还想挑战我 废物 无愧是废物 八哥 送我的东西 别忘了送到我的手上 没想到我这个九弟 竟然比我还要嚣张 有意思 有意思的很啊 一个平平无奇的繁体 虽然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他身上有秘密 去把他的秘密给我掏空 你们都去 去 尊命 城外一战 城内一战 秦虏名声大噪 他让帝都所有人 都知道了一件事 他秦虏 大秦帝朝九皇子龙 果然和你预料之中的一般无二 酒水被加了那种东西 现在药效发作 来感觉了 赶紧回复 我帮你解毒 见过殿下 我要修炼 任何人不能进来打扰 是殿下 我发现 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 抱怨归抱怨 但西皇 还是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帮助秦陌 清除毒素 你那个哥哥送你的女人要到了 挪家见过九皇子殿下 泽泽 我那八哥还真是信守承诺 说全送给我 就全部送给我了 这怎么可能 他眼神一片轻盈 完全没有中毒迹象 不过 我刚刚是不是说过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我 殿下 是这两位姑娘 他们硬要进来 他说他是八皇子殿下 送给您的侍却 专门来服侍您的 但你没有听我的话 对吗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我下次一定 一定听殿下的话 做错事 就应该付出代价 不是吗 你们擅闯本皇子的房间 最准备谋害本皇子吗 不 九皇子殿下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是把皇子送给您的侍却 是想要侍奉您的 侍却 一帮千人骑的骚 你们也配 姐姐姐 都到我人皇帆里来吧 啊 接下来闭关三日 变化之前系统奖励的九转旋单 坐等靠山到来 你还要不要一点脸 我顾家的脸面都快要被你丢尽了 父亲 我追求自己的幸福 难道有错吗 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男人同乘一辆马车 九皇子就算是当场杀了你 都有理由 父亲 我不想要嫁给那个九皇子 我不嫁给他 而且 他还威胁女儿 说是要灭我满门 他算是什么东西 我不嫁 如果父亲非要逼我 那就杀了我 我会去跪求陛下收回偿命 父亲 如果陛下不同意 您就跪在宫门外不起 陛下一定会顾及影响的 今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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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笑死我了 随着秦洛到帝都后的嚣张行为 帝都里面几乎人人都知道 秦洛这个大秦帝朝流落在外的九皇子归来了 帝朝官方也只能宣布所有关于皇子的待遇 立刻落实 唯一的一颗九转玄丹也已练花 如今一穷二百 可怜 可怜啊 就是不知道那秦帝会给我什么补偿 现在人人都知道 我这大秦帝朝九皇补回了 就不幸秦帝陛下会不给一点表示 于是 靠山已到 是否花费 9988 反派值吸引靠山 靠山终于来了 花了花了 老夫好像还有后人在世 在那个方向 有强者正在靠近 那应该是我的人 你是婉儿的儿子 没错 你绝对是婉儿的儿子 你是 孩子 我是 我是你外公啊 外公 好孩子 好孩子 你母亲他 我只知道自己的母族姓苏 对于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 随后秦洛根据记忆 把他流落在外十八年 今日才刚刚回到大秦帝都的经历 都讲述了一点 你是说 你师父叫做沈素 没错 我师父是太虚圣地的沈素长老 难怪了 我对沈素有一点恩情 没想到 他还在了你的身上 原来沈素长老 同一开始就知道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本想要大闹帝都一场的苏千尘 现在有了牵挂 对于秦洛现在的处境 他很生气 我苏千尘的外孙 他秦帝竟然如此区别对待 我现在就去替你讨要一个公道 外公不要冲动 这里毕竟是大秦帝都 帝都又如何 放心 除非秦帝要杀我后则 这帝都之内 还没有几人可以当我的对手 外公你的修为 莫非是圣王 三十年前 你外公我就是圣王巅峰了 现在则是大圣之计 我去去就回 不错不错 外公是大圣 有靠山了 千本帝还是大帝进强者呢 可你现在只是我仁皇帆的主尊而已 好汉不提当年勇 等日后 我带你重回地境如何 日后尽心尽力地辅佐我便是 开门迎客 今日 本皇子要纳妾 清雪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被别人抢走的 就算他是皇子也不行 此时的顾炎廷 还真听自己女儿的话 在宫门外跪了足足三日 陛下有令 既然顾炎廷之女不愿意嫁给九皇子秦洛为妻 那就不用嫁了 不 那就给九皇子当妾室吧 来人 去把顾家女送到九皇子府上 记住 是新皇子府 陛下当真 让清雪去当妾室 怎么 顾副院长 有意见 顾副院长 记住 没有人可以忤逆陛下 去 带顾家女去九皇子府邸 父亲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现在不愿意还有什么用 除非你想要让我们顾家满门灭绝 让你父亲我 死在你面前 此时顾炎廷一字一句 冲击着顾清雪的内心 我不管你了 如果你想要看到父亲 还有顾家满门灭绝 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尽管做吧 父亲 一切都是女儿的错 女儿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顾家 放心 我会好好地当好九皇子的妾室 可恶 陛下居然同意让清雪给秦洛当小妾 秦洛 我要杀了你 如今只能动用这个人情了 你确定 就让我还你这个人情 我确定 好 重情重义 不愧是我看重的人 这件事 我帮你了 不过不算在人情之中 有我在 今日这切 他还真就那不成 什么 堂堂大秦书院副院长的女儿 给秦洛当妾室 你没有听错 回禀殿下 没错 而且九皇子换了新的府邸 就在您的隔壁那条街上 难不成是那套 没错 就是殿下您想要的那套 套 他凭什么 给我背上一份贺礼 我倒是要去看看 我这个酒帝 到底是有什么奇特之处 短短三天 身份和地位就得到如此提升 是殿下 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秦洛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和地位 一切都是因为外公 苏千尘去了一趟皇宫 和秦帝达成了关于秦洛的一些事情 没有武力 一切都是虚妄 果然 有靠山的滋味就是爽啊 外公 今日或许有人会来捣乱 还需要您帮我镇场呢 放心 有外公坐镇 那些阿猫阿狗不足为惧 秦洛笃定 林轩一定会来 如果不来的话 他就不是奇遇之子了 今日我秦洛纳你为妾 你可愿意 我不同意 我同意 我愿意当九皇子殿下的妾室 秦之一字 最伤人 林轩差点崩溃 损失五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反派值 来了 等的就是你 很嚣张啊 看来压根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倒是好奇了 你有什么底气 放开清雪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血剑当场 这家伙很嚣张啊 连我大秦帝朝的皇子都敢威胁 则则 我喜欢 公主殿下到 见过公主殿下 发现气韵之女 姓名 秦军 年龄 二十九岁 气韵等级 三阶体质 玲珑冰心 大秦帝朝 唯一的公主 陛下的掌上明珠 大秦帝朝 地位最尊崇的 己人之一 母族势力庞大 乃是大秦帝朝 义姓王之一 其师尊 更是来历神秘 秦帝都将其奉为座上宾 同时他还是 宗人俗父 宗正之一 好家伙嘛 这是请出来一尊大神吗 今天这事 我不同意 你就是我秦家 在外面长大的野孩子 果然 人品不能够看着你 记忆于一只女 不过是被天道倦过了 宿主明误真谛 历史从来都是由 上吏者书写 谁是天道 谁就有资格定义主角 正义与邪恶 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 从此老怀欣慰 奖励宿主 可消耗全部反派局 获得神级功法一部 是否同意 同意 对换成功 获得功法 九转金身诀 神级 顶级炼体功法 修炼到极致境界 可的确重生 不过是要将主角的女人 那为小妾而已 她居然就要带人来砸我场子 作为反派的 只好掏出人黄帆 请她进去喝喝茶 刚来帝都就仗着皇子的身份 闹出来那么大的事情 你可知你这是给我大秦皇室抹黑 我看那妾就不必了 签下这个文书 让顾家女离开你的府邸 你跟我去宗仁府里面受罚 这一幕何其的熟悉 我倒是要看看 你面对秦云公主 是否敢如对我一般的嚣张 泽泽 好大的威风啊 我那妾 陛下都同意了 你算老几 凭什么命令我 获非你自认为 比我大秦帝朝的秦帝 还要尊重吗 果然 出生牛 毒不怕 好大的胆子 哒哒哒生出来的孩子 嘴巴就是哒哒哒 今日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教养 哼 羞辱我母亲 该打 卧槽 清军被打脸 损失一万五千气韵值 宿主获得一万五千反派值 好大的胆子 何方鼠辈敢在大秦帝都如此放肆 你是谁 苏千尘 你没随 下次 我如果再听到你对我女儿言语不尽 我就废了你一身的秀文 他或许是一尊大圣 此刻秦云脑袋都要炸了 他自然清除大圣之境 在帝朝的实力和地位 晚辈口不择言 还请苏圣息怒 哼 大家都是大秦人 勿要伤了和气 这是我为庆祝九皇子 你获得美人归专门准备的贺礼 还妄想呢 竟然是华为Mate60 Pro 原来九皇子也知道这稀罕物 那当然 这华为Mate60 Pro 可是国货之光 没信号也能打电话 不过 我手里这台可没花钱 直接在左下角免费领的 我在视频左下角玩游戏领到的 华为Mate60破漏也没花钱 还新领了台苹果15破漏马可思 玩游戏 像五等修真者怎可玩游戏 Mate60破漏那也不错 这游戏简单又休闲的 咋会浪费时间 只要每天上线登录 让美女管家挂个机 等级刷刷就能涨 小冲一手还能领绝版红武 领手机可轻松了 我的华为Mate60破漏发货了 不是 咱俩不是一起下的吗 怎么你升级这么快 这就发货了 我这可是在视频左下角的 专属链接下载的 跟你这台应用商店下载的可不一样 现在视频左下角 可是粉丝专属升级链接 厂商说了 只要咱粉丝支持他们游戏 下载注册不止苹果和华为 还承包后续剧情 下载注册的人数越多 更新才会更快解锁更多剧情 这贺里已送到 就不做打扰了 九皇子告辞 贺 见风使多的家伙 我这九弟怪不得那么嚣张 原来是有一尊大圣在背后撑腰 此刻的凌轩心情 也是跌落到了谷底 他一个人情请动情云 觉得已经足够了 可万万没想到 秦墨背后居然还有一尊大圣 哥哥 抢轻抢到了本皇子的头上 真是有趣 不过呢 本皇子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 两情相悦 郎才女貌 这本就是一段家伙 顾清雪 你只愿跟那个叫做林轩的家伙离开 如果你愿意 本皇子成全你 经过之前的事情 此刻顾清雪也清楚 他一旦离开 就是抗着 我不愿意 听到了吗 他说不愿意 如果说是两情相悦 本皇子倒乐意成全你 但是你公然抢轻 这是挑衅我这个大秦帝朝皇子的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今日必须用你的向上人头 来维护我大秦帝朝的王法 看这义正词严的情络 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恍惚 仿佛眼前的这个情络 才是维护大秦律法正义之事 我给你一个机会 与我一战 赢了 我可以让你活着 说了 就把命留下吧 上一次落败 只是意外 真当我林轩是软 柿子不长 是圣起 给我死 圣起谁没有 凯虚中丢队 趁你病 要你命 四项剑 雨落无间 刚刚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我会让你知道 我林轩到底有多么强大 是帝兵的气息 快打开人黄帆 果然 还是有底牌的吗 当人黄帆打开的那一刻 一股迷雾环绕战场 外界再也无法看到内部情况 秦洛 你不讲武德 说好了 我单挑 你竟然让射人对我出手 这不过是我的武器吧 这里面竟然封印了一道强大的攻击 甚至这地兵残片还能够和我大到有一定契合 这个可不可以 送你 送你 你的不就是我的 你都是我的 东西放在你那宝管下有何不可 当人黄帆被收起来的那一刻 迷雾消失 所有人只看到林轩被镇压 我给过你机会 可惜你也不中用啊 修主至己 林轩损失 十万气韵值 做主获得 十万反派值 在下万象圣帝李昌 见过苏圣 林轩乃是我万象圣帝传人 不知苏圣可否给我万象圣帝一个面子 来日 我万象圣帝必定携中你前来道谢 哼 一切都由我爱孙做主 还请九皇子殿下 高台贵手 今日之事 我万象圣帝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他刚刚可是差点杀了我 交代 拿什么交代 而且宗门弟子加入我大秦帝朝镇摩斯 则则 这里面他是有什么阴谋 作为帝朝的皇 我会好好的调查清楚 所以人不能放 大秦镇摩斯复制挥时楚横道 楚横见过苏圣 九皇子 林轩作为万象圣帝弟弟子隐瞒身份加入我镇摩斯 我们需要把林轩带走严查 哈哈哈哈 林轩啊林轩 没想到你的后台 都快要赶上我了 我剑下之人 今日你带不走 九皇子 镇摩斯负责处理所有和宗门相关的事物 这是陛下定下的规矩 殿下虽贵为皇子 但也不能插手我镇摩斯之事 还请殿下不要自无 否则今日之事 我镇摩斯只能禀告陛下 让陛下处置了 苏圣九皇子此举不合规矩 这件事当归我镇摩斯管 规矩 你和我讲规矩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什么想法 想要人可以让你们镇摩斯指挥使 你一个小小的副指挥使还不够资格 此时苏千尘只觉得自己外孙都不怕影响 他苏千尘怕得鸟了 他只有秦洛这一个亲人了 家族都没了 他还顾几个球抽了他的本源 你们在干什么 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此乃陛下亲赐 见此令牌如陛下亲临 秦洛我命令你立刻放开林轩 你我即将要抽了主角的体质本源 我的公主姐姐就要掏出她的终极底牌 换爹朔 要求我立刻放了主角 参见陛下 泽泽 为了一个小小的林轩 浪费这么好的东西 气韵之子的气韵就是逆天 许洛 你可敢武力陛下 自然不敢 行 我亲爱的姐姐 今日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饶林轩一命 车了 林轩失去五行灵体 损失全部气韵值 宿主获得二十 二万八千反派值 于是林轩尚未丧失 气韵之子身份 天道给他 留下了一线机会 请尽快斩杀气韵之子 可获得意外奖励 还有意外奖励 也防杀了他吧 不行 再次出手 我感觉空中那位 有可能会发现我的身份 林轩 公主殿下为你求情 今日不杀你 滚吧 他体质的本源 被人强行抽离了 他的天赋被剥夺了 秦洛 你好大的胆子 我可只是说过 饶他一命 并未说过 不废了他 人已经给你们了 我秦洛的普少 不欢迎诸位 请吧 天空那道身影 看了秦洛一眼 便消散于无形 说明秦帝并不打算插手 此时秦洛也松了一口气 好 秦洛 好 你好得很 此事我记下了 殿下 仪式还要继续吗 什么仪式 他也配 为什么 因为我先脏 金钟五女人 罚剑自然神 斩杀气韵之女 获得奖励 建议雏形领悟 顾清雪被杀 损失全部气韵值 宿主获得 8800点反派值 秦洛呀秦洛 我以为你是什么强龙 现在看来 你不过是一条疯狗吧 可惜了顾清雪 这么漂亮的美人 竟然死了 此时的沉默如遭雷击 他心目中的女神 就这么死了 他回想过去 自己仿佛就是一个笑话 要不 你带走 趁热 今日 我这酒地 可是出见了风头 找几个人 把今天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说出去 我倒是要看看 我那个亲爱的姐姐 她到底会怎么对付我们这个弟弟 是殿下 童子 打开系统面板 看看有多少反派值了 宿主庭落 年龄19岁 当前反派值 356800点 30多万反派值了 童子 看看能兑换些什么 系统推荐兑换 清风剑 圣接下品 无天不催 知青风剑 原价99800反派值 现实抢购只需 998反派值 好家伙 童子 你还搞活动呀 系统推荐兑换2 生死印 圣接功法 作为一个反派 必须要有控制鹰犬的手段 在人体内 种下生死印 可掌控对方生死 兑换价格 10万反派值 系统推荐 兑换3 玄规灵液一滴 圣接上品 兑换价格 15万反派值 为了宿主童子 掏碎了心 你可知 你外公寿源无多 此乃万年 玄规体内 精华凝聚而成的液体 服用一滴 可增加数年 乃至十数年的寿命 外公寿源无多了 童子 兑换 全部兑换 兑换成功 宿主获得 清风剑 圣接下品 生死印 圣接功法 玄规灵液一滴 圣接上品 外公 这是我偶然所得的 玄规灵液 据说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我也用不到 就送给外公吧 苏千诚看着手里的 玄规灵液 他感受到一股浓郁的 生命气息 他本源已经被伤 寿源确实无多 我越来越看不懂 这个外孙了 啊哈哈 不过 儿孙自由 儿孙福 看不懂不是更好吗 如此珍贵的 延年益寿宝物 这对外公我现在来说 确实无比需要 既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秦诺你好狠啊 爹 小妹的虫 必须要报 可他是皇子 他只是其中一个皇子而已 更何况 这天下可以比肩 大秦帝朝的势力 又不只是一个 爹 大秦帝朝的皇子 不是应该到衙门 或者军队之中认知吗 想办法 让他去镇摩斯 或者去边军 到时候 我自有办法弄他 秦诺你好得很啊 今日之辱 来日必定要 十倍百倍的偿还 去让暗堂的人出手 公主殿下 不可暗堂如若 对皇子出手 恐会给镇北王府 带来祸端 还请公主殿下 三思而行 你敢阻我 明日就是血脉洗礼的日子了 对吗 回禀殿下 是的 明日就是血脉洗礼的日子 好 去告诉那几个人 我要让秦洛一丁点的血气 都得不到 遵吗 林轩醒来后 双目无神 他无法接受自己 沦为了一个废物 不要灰心 还有机会 如果你能够进入天牢之中 得到那个东西 你的修为会恢复 或许 你可以破而后立 比之前更强 对 那个东西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东西 如果能够得到那个东西 小小大秦帝朝皇子又如何 看着林轩恢复斗志 李昌也松了一大口气 宗门的圣境强者 如果没有大秦帝朝的邀请 是不允许长时间停留在帝都之中的 我已经暴露出来了 需要离开帝都了 一切 你自己小心 记住要低调 好 炼化完顾清雪的本源后 修为也稳固在了神通境巅峰 接下来就要准备提升到化神之境 等血脉洗礼之后 再去皇族的宝库 找找灵魂修炼的功夫 见过九皇子殿下 你是在这里专门等我 我想要对你说一声谢谢 我可是嘎了你的女神 不想着报仇 反而说谢谢 你打醒了我 让我知道了我之前就是一个笑话 而你杀了顾清雪 让我了断了情死 我一夜之内连破三层境界 我觉得我应该来谢谢你 等我从皇族的血脉洗礼之中归来后 你来我府上找我 沉默一愣 他知道秦洛这是要招揽他 好 殿下 那我就先告退了 因为我是个反派 所以各路牛马都要针对我 不仅有人冒充我当街杀人 更是打算在血脉洗礼中 不让我吸收一点血脊 九皇子殿下 您不是说要去参加血脉洗礼吗 不急不急 我觉得在去参加血脉洗礼之前 人家说杀了你 你你不是 你是圣圣人 什么东西 敢和本皇子抢女人 古达四的 用武侯的孙子被秦洛当街杀了 天哪 这个九皇子太嚣张了吧 他怎么敢的 是什么情况 人已经死了 出手的人实力很强 是圣人无疑 刚刚秦洛和陈末交流的时候 西皇就提醒秦洛 在暗中有一个圣经强者在窥视 本以为那圣经是冲着他来的 没想到竟对陈末下手了 陈末情况如何 可以勉强保他一丝真灵不灭 好 敢设计陷害我 好的很啊 等我先去参加血脉洗礼 出来之后我们好好玩 好了 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 就准备开始吧 门后便是血脉洗礼处 你们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 十天之后 我希望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血脉 都能够变得更强 去吧 德泽 把最容易被针对的位置留给了我 看来针对我的事情还真不少 这帝都当真是危险的 等血脉洗礼之后 我得想办法离开帝 最好是加入军队之中 一步步打造自己的势力 混天不往 吸 混天不往 吸 泽泽 这样完事吧 那就要看看 谁能够吸得过谁了 混天不往 给我吸 混天不往 吸 混天不往 吸 不曹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九个人居然吸不过他一个人 就在秦洛等人 还在血脉洗礼的时候 沉默的爷爷鹦鹉猴 无视帝都规矩 那几军冲来的帝都 鹦鹉猴 还请你遵守帝都的规矩 我孙子都死了 而且还是尸骨无存 你让我讲规矩 你这魔寺在做什么 凶手呢 你们这魔寺抓住凶手没有 圣 圣王 鹦鹉猴竟然突破了 鹦鹉猴息怒 这件事很复杂 滚 我要见陛下 我陈家唯一的血脉没了 不管是谁杀了我孙子 我都要让他偿命 跟上 陛下已经知晓鹦鹉猴此来所为何事 陛下有令 陈听明 镇摩斯全权处理此事 不管涉及到谁 皆依法处置 陛下还有一句话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陈谢陛下 还请陛下准许陈参与办案的全过程 准 鹦鹉猴此案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九皇子 九皇子现在还在宗人府参加血脉洗礼 等九皇子出来 镇摩斯会立刻把人带来镇摩斯审讯 镇摩斯可会秉公执法 那是自然 九转金身诀第一转 修炼完成了 这血气真是好东西 如果能够把那血气的源头都吸收了 或许能够助我修炼成功第二转 就这样 十年积攒的血气 大秦帝朝年轻一辈 几乎是最大的机缘 被秦罗一个人吞噬一空 血脉洗礼差不多该结束了吧 回禀公主殿下 今日血脉洗礼就会结束 这摩斯的人已经在宗人府门口等着九皇子了 随时准备男人 我那个弟弟这次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不仅血脉洗礼得不到好处 还要被镇摩斯的人审判 嘖嘖 无自量力的家伙 这就是嚣张的下场 诸位 这几日可要感谢诸位的馈赠之恩了 九皇子你太过分了 今日之事 我们记下了 来日必有后报 怎么 看不惯我 可惜 你们就算是看不惯我 也干不掉我 哈哈哈哈 而等洗礼的如何 宗正大人 九皇子殿下一个人把我们九个人的所有血气都吸收了 宗正大人可要为我等做主 我等苦苦等待今日多年 可什么都没有得到 九皇子 你用了什么手段 哪里有什么手段 只是他们几个人都比较废柴而已 自己没有能力炼化导致血气白白浪费 只能是往我身上栽赃吧 莫非九皇子有什么特殊的血脉 九皇子殿下 可否再测试一下血脉如何 可以 然而经过重新测试 秦洛体质依然还是繁体 看来九皇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血脉 我就说了 那几个人应该是废物 没有炼化多少血气 反而想要诬赖我 秦洛 你欺人太甚了 我要向你挑战 我不和废物一战 够了 此事到此为止 自己废物还要诬赖他人 九皇子殿下 外面有人找你 你可先行离开 诸位告辞了 这不是我们的林轩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本想要出来之后便去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九皇子 呵呵 前日陛下有言 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当今杀害因我侯之孙沉默 多人亲眼所见 罪证缺凿 今日镇摩斯要将你捉拿归案 看来你还真是废了 修为只有屁海精 可真弱呀 你跪在地上给我刻三个奖头 我可以考虑一下 把你的五星灵体还定 秦洛 今日我镇摩斯 奉命捉拿你归案 魏克束手就擒 否则的话 我镇摩斯就要把你当场镇压 什么 你要杀我 你好大的胆子 谋杀皇子 乃是诸九族的大罪 给我死 卧槽 此时的陆仓也是一惊 他本打算让林轩出一口恶气 可万万没想到 秦洛竟然敢光明正大的对林轩出手 而敢 太虚众给我出 魂绳给我把 打红鞭给我抽 此刻秦洛盛起尽出 他只需要争取一息的时间足语 此时的林轩到死都不敢相信 秦洛会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出手杀他 陆统领 难道你也是林轩同谋 意图谋害皇子 此刻陆仓愤怒到了极点 他恨不得把秦洛阵杀当场 可他不敢 他上有老 下有小 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击杀气韵之子 获得奖励 神龙星血一滴 其内蕴含极大的生命能量 可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成为举世无双的天才 九皇子公然杀害我镇摩斯的官员 来人 把九皇子带到镇摩斯 皇子犯发与庶民同罪 今日 庶罪并审 秦洛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击杀气韵之子林轩 这次他并没有反抗 因为我不小心长得 和屏幕前的各位一样帅气 就有人冒充我当街杀人 如今还要对我三思会审 你们镇摩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如此对待我孙儿 如此对待我孙儿 你们是当老夫不存在吗 九皇子身上并无伤痕 相反他杀了我镇摩斯的百户 意图抗拒执法 苏圣息怒 我们镇摩斯必定会秉公办案 我孙儿可是你所杀 没错 是我杀的 秦洛 你竟敢杀我孙儿 老夫今日要让你给我孙儿偿命 鹦鹉侯还请冷静 此事交给我们镇摩斯 我们镇摩斯一定会秉公处理 秦洛 你可知罪 我有什么罪 刚刚你亲口承认杀了鹦鹉侯之孙陈墨 我等亲儿所听 这位是鹦鹉侯啊 我压根都不认识 他一开口就质问我 我以为他是林轩的爷爷呢 我承认 是我杀了林轩 秦洛 你是在戏弄我等吗 行 就当你弄错了 接下来审讯继续 十日之前 九皇子你是否见过陈墨 没错 见过 有人说陈墨和你因为顾清雪的事情发生了冲突 你一气之下当街杀了陈墨 可有其事 压根没有这回事 陈兄是专门来感谢我的 不承认没关系 上人证 为了更快给大家更新视频 最近换了台新电脑 剪辑视频快多了 大家买了新的 旧的都怎么处理 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 笔记本相机 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 他们价格公导 打钱又快又干脆 我那台苹果电脑 都卖了3300多 当场拿钱 太爽了 非剑你也去转转 随后几个人正 把在街上看到 秦洛行凶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同时也指认 就是秦洛杀的陈墨 这么多人只正于你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那自然是他们作伪证了 既然说陈墨去找我 还发生口角 为何我不当场杀了他 反而去另一条街上再杀 我秦洛的时间 就这么不值钱了吗 还是说 你们硬是想要把这个罪名 安在我的身上 你们也和凌轩一样 是他的同谋 不服谋害于我 泽泽 镇摩斯是被宗门势力 完全渗透了吗 竟如此猖狂 面对秦洛的倒打一耙 让楚衡几人的脸色 都有些难看 好了 闹剧该结束了 我外孙说没杀陈墨 就没杀陈墨 如否你们有任何疑问 可以来找我苏千尘 我们走 秦洛 你好大的胆子 之前你当着陛下的面 承诺过不杀凌轩 你竟然敢出尔反尔 你这是忤逆陛下 来人 把秦洛带回宗仁府 好好地处罚 苏圣 这是我秦氏皇族的事情 当日秦洛可是当着陛下的面 答应不杀凌轩 他今日杀了凌轩 就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则则 我亲爱的姐姐 你仔细想想 那日我是如何承诺你的 你承诺我 不杀凌轩 不不不 你说的不完 我说的是 我答应你 今日不杀凌轩 那一日距离现在多久了 这件事 就算是到陛下面前 我也有理 何况林轩今日竟敢谋害于我 我不杀他 难道等会他杀我吗 好好好 秦洛 今日知事没完 不要让我抓住你的把柄 我们走 侯爷 有客人前来拜访 侍顺 做事可以绑到侯爷 让他进来 你能帮我什么 帮你报仇 你怎么帮我报仇 你知道我的仇人是谁 秦洛 呵呵 你觉得我会信 当然 杀人者或许不是秦洛 但也一定是大秦皇族 你孙子死于皇室的纷争 如果没有秦洛出现 你孙子不会死 杀了秦洛 我可以告诉你 杀你孙儿的人是谁 是你们 不是 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 你可知 如果我杀了秦洛 大秦帝朝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你可以加入我们 你是神 会 鹦鹉侯 很高兴 你来了 你知道我会来 给你看个东西 你也许会感兴趣 爷呀 你们先聊 经过交谈 陈湛山也从沉默的口中 知晓了当日发生的事情 也知道 是秦洛让人救了沉默 保留了沉默灵魂不灭 鹦鹉侯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 好 鹦鹉侯 我给你一个选择 成为我的人 如何 我可以选择站在九皇子这一边 不不不 鹦鹉侯说错 我说的是 你臣服于我 让我在你的身体里面做点小手段 永远的臣服于我 九皇子这是在威胁我 如果鹦鹉侯愿意臣服于我 我可以让你孙子真正活会 如何 你没有骗我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立下大道誓言 好 希望九皇子说到做到 我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承诺的事情 还是会做到的 那么我们开始吧 好 此刻 陈湛山的表情格外的复杂 他感受到了自己灵魂深处 有一道贸易 只要秦洛念头一动 他或许就会死 好了 接下来 鹦鹉侯 你应该立刻去控告 把我赶出帝都 和秦洛简单沟通后 陈湛山就明白了 秦洛想要离开帝都发展的想法 殿下 在大秦帝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皇子乃至于达官贵人有罪 但罪不至死的话 他们需要戴罪立功 可以加入镇摩斯第十位 嗯 十位 镇摩斯不是只有九位吗 镇摩十位乃是镇摩斯里面最特殊的一个部门 里面的成员鱼龙混杂 他们有宗门叛逃之人 也有帝朝的罪人以及罪人之后 他们执行的任务都是最为危险的任务 想要离开帝都 除了加入镇摩十位 就是加入边军了 我建议殿下进入镇摩十位 而不是进入边军之中 军权都已经被其他皇子所染制 如果殿下贸然介入的话 或许会迎来更多的敌人 而且 我孙子可能就是其中一位皇子派人所杀 他们其中有人可能已经勾结了北马 北马的人找到了我 想要让我杀了殿下您 那就去镇摩斯第十位 我想 有些人也不希望我进入镇摩斯第十位 这可是人生的污点之一了 好了 去安排吧 是 众所周知 气韵之子的气韵都很逆天 作为超级反派的 不仅击杀了气韵之子 如今还要搜紮他的空间戒 不愧是气韵之子 这空间戒指里的好东西还真不少 看来这里面有可能会出现了不得的好东西 好像这铁盒里面封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有危险 应该不至于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鳞片 就这 龙鳞 这竟然是龙鳞 这一块龙鳞的价值极高 如果锻造成为铠甲 并是圣阶顶级的铠甲 如果锻造成为兵器 又成为帝兵的前置 你这算是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不过龙鳞虽然珍贵 但能够锻造龙鳞的人 整个世界都难找 目前对你而言 只是一个鸡肋 先收着吧 或许还有其他的用处 对了 你有什么比较牛逼的灵魂修炼功法 你是在寻求我的帮助吗 那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给你一门此界上 最顶级的灵魂修炼功法 你好像没有认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跟我谈条件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什么条件 你只能说请求 我妈 我给 我给你 求你 别打 这就对了吗 残片 残片怎么了 就算是残片 也可称之为圣阶顶级的修炼功法 我就是靠着此篇功法 才能够在面临绝境的时候 保留如今的灵魂不灭 这个修炼功法 修炼起来很困难 但如果有大量 可以滋养灵魂的宝物 那么修炼速度 可谓是一日千里 看来我的这些功法 都是需要海量的资源 吞天魔宫 九转金身绝 还有这炼魂熔炉大 简直绝了 还是先出去透透气 见过九皇子殿下 你们都会在这里讨论什么呢 回禀殿下 听说隔壁下人 娶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大家羡慕得不行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他那媳妇 还是我介绍他用心欲找的 长得漂亮不说 家里也是有门有户的 条件可好了 啥 我们能找过 那当然可以了 我说的就这个专门找对象的 上面都是咱这父亲的 优质单身美女 漂亮温柔贤惠 你们喜欢哪样女生都有 个个都是肤白貌美大长途 照片资料 也都是美女本人认证过 你们要想看啥 随便看随便挑 不臭臭 哎呦这类型 我是真喜欢 喜欢贵习惯 在演讲美女 能看得上我们几个大牢醋吗 放心 心欲上面美女多难得少 妹子只要看上你就会主动出击 你看这一会 十几个来跟我打招呼 聊天也热情的很 我每天消息多的回都回不完 你们直接点我左下脚下个试试就知道 看上哪个妹妹 还能直接视频了 脱单简单的很 谢谢大家 属下的就是下一个 东西没了 那可是龙之逆龄 事关重大 怎么能够没了 一定是被秦洛拿走了 东西必须拿回来 否则我们多年的谋划 就会成为一场空 必要的时候 谁亲自下场杀了秦洛 这段时间 帝都关于秦洛的事情 愈演愈烈 随着多方运作 对于九皇子的处罚去处 更偏向于南疆战场 司马昊 拜见九皇子 你拜访我所为何事 司马昊愿效忠九皇子 理由 司马家和大秦帝朝 修集与共 大秦帝朝所有皇子 皆由我司马家弟子辅佐 我是司马家九公子 殿下是九皇子 我应该臣服九皇子 为九皇子效权马之劳 这不就是多方下注吗 如果我记得了 那我就会失去 司马家的资源支持 诸出家门自立基业 司马家的竞争 也是极为残酷的 之前他摆烂 但也想要建立一份基业 可惜大秦帝朝只有八个皇子 如果秦洛不出现 过几年 他就失去了竞争家主的资格 现在秦洛的出现 对他而言 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抵战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们司马家 把我运作到镇摩斯里 我就让你成为我的门客 殿下 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现在多方都在使劲 更想要让殿下你去南疆战场 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就表现出来你的价值 是 殿下 打发走司马昊之后 秦洛陷入了沉思 鹦鹉侯之前的准备 已经差不多可以把他弄进镇摩石位了 可现在 更多的呼声 是让他去南疆战场 让我去南疆 这是和我有多大的仇 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龙铃 他们想要杀龙 然后把林轩的龙铃夺回去 南疆战场 有最好的机会 不过南疆 我可不却 如今最好的选择 还是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之中 十万宗门 宗门圣地之中 最盛产一种生物 大就是气韵之子 秦洛要去镇摩斯 没错 他说如果我们司马家 帮他加入镇摩斯 他可以让我成为他的门客 我们司马家的人 去投靠其他皇子 哪一个不是被皇子们重视 哪里有秦洛这样的 压根都不想要 镇摩斯的人 可都和秦洛有仇 秦洛多次打脸镇摩斯 他要去镇摩斯的话 就只能让他去镇摩石位 可是镇摩石位 大部分都是罪人 秦洛可是皇子 可他也是罪人 而且他只能是加入镇摩石位 要不然他就只能去南疆 可是加入镇摩石位 就代表着有了污名 而且没有晋升的潜力 九皇子未来如何竞争弟子之位 竞争弟子之位 他先能够突破到圣人境界再说吧 我们只是在下一步嫌弃而已 这是我们司马家的祖训 要不然你以为这种皇子 我们司马家会去投资 司马姓的话 犹如一只利剑 狠狠地刺在了司马号的心口 他还想靠着九皇子发挥价值 建立一份经验 好拥有竞争家主的资格 看来如今是无法如愿了 这几天 随着多方势力的运作 秦帝对于九皇子的去处 有了最终决断 陛下有令 宣苏千臣以及九皇子觐见 苏千臣见了秦帝之后 被册封为一等侯爵 至于秦洛何事 九皇子 陛下给你两个选择 一 留在帝都 进入宗人府任职十年不出 二 离开帝都 加入镇摩斯第十位 我去镇摩十位 好 九皇子秦洛 从今日起围镇摩斯第十位副统领 爹 秦洛要离开帝都了 都要乱来 我们把他逼走 已经算是做到了极限 可是他就算离开了帝都 也不见得会死 小妹的仇 我是一刻也不想要等 不想等 也要等 否则就是面门残祸 记住 秦洛他可以死 但他的死 绝对不能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 好 我知道了 扯他不死 我心不烂啊 我在暗中护着你 外公不用 我觉得你应该留在帝都 留在帝都的话 你可以进入大秦帝朝的 秘境之中休息 这样你才能变得更强 将来也才能更好的帮助 可敌人至少会派出圣人来对付你 无妨 我还有底盘 也罢 那便听你安排 八皇子殿下 我们很有诚意 杀一个秦洛 换一颗菩提果 这对你而言很合算 不行 如果这件事被人发现 我的下场不会好过的 殿下 我们知道门三刀 他在你的麾下效忠 你大可以让他出手 你胡说什么 门三刀 不曾在我麾下效力 殿下不要担心 这件事除了你 也就是我们知道而已 门三刀出手杀了九皇子 我们拿到我们想要拿到的东西 合则两立 殿下 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门三刀在你的麾下效力吧 好 我可以答应你们 但菩提果 我现在就要 如你所愿 殿下合作愉快 这就是镇摩斯第十位的牙 还真是寒酸啊 见过九皇子殿下 殿下 这是您的统领要拍 您毁下游敌的眼 目前刚好在低度 您是否要见一下 让他们过来吧 是 殿下 见过九皇子殿下 我现在是镇摩斯副统领 你们应称呼我的职务 哦 知道了 我现在还有任务在身 就不陪殿下多聊了 有意思 没有晋升欲望的镇摩斯第十位 连恭维上司都不肯 我让你走了吗 镇摩斯内禁止动物 殿下不要破坏了规矩 而且 殿下不过是神通静的修为 我是洞天静 镇摩十位千户礼义 原九元剑宗长王 你一位妻子 被九元剑宗宗主之子所凌辱 愤而杀人 逃亡之后 加入我镇摩十位 没错 如果殿下没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对了 你还有一个妹妹 听说 姿色上加 九皇子殿下想要做什么 你在我大秦帝朝任职 享受我大秦帝朝的庇库 更是我麾下的轻 你就这个态度 我可不介意 再发生一次九元剑宗的事情 你敢 跪下 你能逃得出九元剑宗 但你逃不出我大秦帝朝 属下李懿见过统领大人 李懿留下 其他人暂时回去吧 九元剑宗宗主的儿子 凌辱了你妻子 你就只嘎了他儿子一个人 没错 我只杀了那家伙一个人 废物 妻子被别人凌辱 你应该嘎他满门 我何尝不想 和那九元剑宗的宗主 他的修为早已经达到 动天剑巅峰 而我才动天剑三层 臣服于我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怎么 不信 我背后可是站着一尊大圣 想要灭了九元剑宗 只需动动死罢了 对你而言是机会 对我而言 我不缺你这个小小的动天剑 属下愿意效忠殿下 既然愿意效忠我 那我需要在你体内 留下一枚印记 可以 好了 接下来 你给我好好讲一讲 我们十位的规矩 随后李懿把他所有知道的东西 都讲给了秦洛 镇摩十位是镇摩斯之中 唯一一个不需要在地都职守的部门 需要在外执行任务 殿下身为统领 那么就需要揭取完成统领级任务 把那些统领需要完成的任务 都拿过来我看看 就接这个任务吧 调查五元侯灭门案真相 把所有人犯击拿或击杀 怀疑对象血月圣地吗 有意思 殿下 血月圣地不好招惹 他们本身也不畏惧我们大秦帝朝 如果逼急了他们 或许会对殿下不利 无法 一个小小的血月圣地吧 准备一下 三日后 随我一起出发前往十万大山 遵命 对了 你去找一下那个司马号 让他过来镇摩斯办个手续 日后 他就是我麾下的兵吗 是 殿下 最后您会进入镇摩十位之中 还请殿下恕罪 你怎知 这镇摩十位不是我想要来的 好了 接下来我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做 我能够相信你吗 属下秉承司马家祖训 自当效忠殿下 致死方休 我不相信口头的忠诚 记住 日后你就是我的人 我如果崛起 那么司马家就是你说了算 而且 我非常不喜欢你们司马家那种多方下主的套路 如此三心二意 在我看来 或许你们司马家早就已经有了不成之心 殿下 这不可能 记住 你现在是我的兵 你要效忠的人是我而不是司马家 接下来 你利用你们司马家的力量 去帮我宣传一件事 去给一个人打造人生 这个人叫叶晨 你要把他打造成为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而且还要大力宣传 他和柳如烟的爱情故事 可惜被人强行拆散 柳如烟最后竟要嫁给一个不想要嫁的人 之前 秦莫就接到破军侯的情报 叶晨在十万大山中的万点山庄休养 而柳如烟 则是要嫁给神兵谷的少主 所以才有了这出安排 记住 我要让十万大山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叶晨的名字 知道他和柳如烟的情爱纠葛 知道神兵谷少童刀夺爱 太须圣地强拆苦命鸳鸯 是殿下 我倒是要看看 拥有重情重义的名声后 他叶晨会不会去巧亲 安排好帝都的事情之后 秦莫名面上带着镇摩斯的礼仪 还有两个本户 朝着帝都之外而去 看那旗帜 好像是五皇子殿下 没错 是五皇子殿下 这次他平定了好几个叛乱 陛下一定会对他大家封赏 这才是我大监地槽的皇子 为了大监地槽等战私访 而不像那个什么九皇子啊 校长巴扑 发现气韵之子 姓名秦凡 年龄三十五岁 气韵等级 五阶体质 天生重同 后天至尊道骨 严龙血脉 拥有洞天境七层修为 越阶战斗 对他而言 如同喝水一般的简单 如果没有圣人之上的实力 不要贸然和他发生冲突 果然是天生繁体 一个废物 不值得贯注 有意思 这气韵比叶城还要牛 是目前遇到最牛的主角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监地槽应该会落在他的手中 泽泽 可惜了 你偏偏是气韵之子 这大监地槽的擒帝之位 你是不可能做得上 龙铃 严龙血脉 大监地槽莫不是有龙 你说有没有可能 在大监地槽有一条神龙 神龙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你们大监地槽 真有一条神龙的话 那么此界 其他的哪个势力 还是你们大监地槽的对手 你们不早就已经统治此界了吗 可这炎龙血脉 还有龙铃又如何解剩 或许有条死了的龙呢 就算是一条死龙 他也浑身是宝 足以让你们大监地槽 在上一个台阶 说不定我们很快就知道 大监地槽有没有神龙了 殿下 我们行踪视乎暴露了 有人跟踪我们 无妨 来多少杀多少 今日就让那天助我突破的化神之境 盎头鹿尾的 出来吧 门三刀 他是大监通缉榜上有名的通缉犯 号称没有人能够在他的手里走上三刀 殿下 他的实力最少也是洞天后期 我挡住他 您快走 当我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洞天镜除妻 说实话 我连三刀都不用处 就可以把你斩杀当场 退下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属下一定会拼死阻拦住他 还请殿下念在属下拼死的份上 照顾好我的妹妹 你命还有用 谁是反派 我现在竟然有些分不清了 胆结杀我 装神弄鬼 嘎了吧 圣是圣人 难怪殿下之前表现得那么不在意 原来在身边有一尊圣人护驾 门三刀也不行啊 你们都别藏着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是人 否则的话 我可就离开了 大秦九皇子 嘖嘖 果然是嚣张得很 可惜苏千诚那老东西 没有在你的身边 任由你有千般本事 今日也逃不出本圣的手掌心 是圣人 你是万象圣地的 你猜 你们想要这个东西 对吗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不费劲 把东西给我 我可以给你留下一句全尸 就凭你 足够了 苏千诚不在你身边 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一个魂体 顶多圣人中期的实力 你又能挡我多久 苏卫还在等什么呢 还不动手 秦洛 你赶了我妹妹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截杀大秦帝朝皇子当公 卧槽 鹦鹉侯 是你 世人皆知 陈湛山之孙 因为秦洛而嘎 现在陈湛山之孙 陈湛山竟然为秦洛出手 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 此一切闹事该结束 作为圣王境界的陈湛山一出手 准快战斗就结束了 陈湛山 你孙子因为大秦帝朝皇师 纷争而干 你竟然还给大秦帝朝当狗 你真下贱 说出你的来历 我可以让你少吃一点的苦头 休想 今日之事 我承认是我灾了 但来日一定会有人替我报仇 抽出他的本源之力 如你所愿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 让我来 好 你来 我要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一切东西 接下来 我会让你知道 死才是你最奢望的事情 我说 我全说 饶过我 饶过我 随后 女子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这东西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龙之逆灵 传说 龙之逆灵 乃是龙身上最重要的一块鳞片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借助龙之逆灵 强行和龙建立契约 奴役神龙 而大秦帝朝有一条龙 一条活着的龙 我猜这龙应该是在帝都 甚至有可能在帝都的镇摩斯 对吗 我不知道 我所有知道的事情 就这么多了 既如此 那你可以安心的去 我覆灭了他的灵魂 我要最精准的灵魂本源 吸收他人灵魂 终究不是正道 这是命 如你所愿 找个隐蔽之地 我要闭关 已经准备好了 殿下可以跟我来 对了 把门三刀的人头 送到八皇子 还有他们的人头 送到公主府 告诉他们 既然他们敢宣战 那日后就只有一个贴 不食不休 还有 把顾清风的人头 送到镇摩斯 告诉他们 顾清风意图谋杀本皇子 镇摩斯如果不比公厨 那么等我回到帝都之后 我会找他们一个一个听话 是 殿下 殿下你再次安心闭关 我在外面给你护法 吞天魔宫 给我吞 所以吞天魔宫运准 圣人本元 动天进强者本元 加持他们的灵魂 统统被擒入吞噬 如此疯狂之人 一旦成为这个世界顶尖的强者 那一定是无所顾忌的 心狠手辣之人 或许 为了自己的强大 他连此阶的本元都敢吞噬 我好 靳靳太快了 要出问题 就当你欠本地的 你可要想着还 飞着西皇的出手 秦洛的灵魂变得凝湿了不少 反观西皇 他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幻了一些 辛苦你了 你先回人皇帆 好好休养 就让这神龙惊血 助我突破九转金身绝第二 九转金身绝 给我练 飞着神龙惊血疯狂地 涌入了秦洛身体之中 让他的气势再次开始完生 一滴神龙惊血 让我的九转金身绝 修炼到了第二 如今我感觉 化神静内 已经没有敌手了 就算动天进强者 也可以靠着九转金身绝硬刚 甚至有可能杀之 接下来应该前往十万大山了 好戏将要正式上演 秦洛修炼的这几日 帝都也发生了重大狱情 你们知道吗 顾家的人竟然去外面 截杀九皇子了 顾家可真的猖狂啊 不过 镇摩斯的陆同龄可说了 这件事没证据 希望九皇子把证据送过去 否则没有办法定罪 据说去截杀九皇子的 还有八皇子和秦军公主的人 顶殿下 有人将这尸体送到府上 同时还有一封信 我亲爱的哥哥 没想到你想要杀我也就罢 居然还窝藏地 朝通鸡犯门三刀 我们的郝大哥如果知道 你觉得他会不会放我 门三刀之所以成为 帝朝通缉犯 就是因为杀害了 大皇子的女人 对了 我听说你有不少的好东西 比如一颗菩提骨 送给我就当疯狂 费如何 这件事 万万不能让大皇兄知道 大皇兄可是圣境强者 如果对我出手 我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起落必须的 这个世界气韵之子 层出不穷 而我却激活了 唯一的超级反派系统 击杀打压气韵之子 都能获得丰厚奖力 于是面对众多气韵之子 我只好 林音失败了 她魂灯灭了 看来秦洛身边 还有圣人之上的强者保护 接下来怎么办 暂且不要动了 想办法打探 看看东西是在秦洛的手中 还是在谁的手中 派一个女子去接近秦洛 又没人计 想办法把秦洛拿下 可以 同时我们也该离开这地兜了 这个地方或许已经不怎么安全了 好 先离开 你还是偷偷地回去 不要暴露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陈湛山还有自己的军务 这次她是从自己镇守的城池内 偷偷地潜出 殿下一路小心 这个时间里 随着司马号的运作 十万大山里面 一部关于叶晨 与柳如烟的情爱画本广为流传 小姐 那个叶公子 她心里竟然还有其他女子 哼 她怎么敢 你们都已经快要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她这是欺骗 毕竟陈哥哥认识 如烟姐姐在前 我在后 陈哥哥知道如烟姐姐要嫁人了 一定会冲动的 她应该会去抢亲的吧 我猜叶晨这种重情重义之人 一定会在大婚之日抢亲 叶晨这种人就算是死 也一定会去抢亲 如果他不去 我吃二点五斤大份 如果叶晨不去抢亲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相信爱情了 如果叶晨去抢亲 我必定奉上一份绵薄之力 前去圣元 叶晨一开始听到这些传言的时候 非常高兴 因为他被树立成为了一个天才 英俊的少年 还被打上了重情重义的标签 可慢慢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味 马德 有如烟要嫁人就嫁人呗 可为什么传言里面都在说 我一定会去抢亲呢 不好 说不定叶晨一也知道了 那我还怎么吃顿饭 陈哥哥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懂 我都懂 我看到了陈哥哥 还有如烟姐姐的故事 我支持陈哥哥 你去抢亲 把如烟姐姐抢回来 我会让父亲帮你 此刻叶晨人都麻了 他被树立成有情有义 不畏强权 如果不去 那就会塌房 他就会跌落到泥潭 陈哥哥 我们一起去 把如烟姐姐接过来 放心 我不会吃醋的 好 我们一起去 太虚圣帝之中 柳如烟也拿到了那个画本 虽然剧情完全的陌生 但看着小说 柳如烟也有些上谱 剧情大致内容便是 叶晨为了柳如烟加入太虚圣帝 在执行任务时 多次保护柳如烟 慢慢两人暗生情愫 秦洛和太虚圣帝 则扮演全员恶人 残忍拆散两人 并且把叶晨打成重伤 柳如烟苦哀求 才保住叶晨性命 叶晨离开时留下一句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叶晨离开后 柳如烟相思成疾 太虚圣帝 却为了一件盛气 要把柳如烟嫁给神兵谷少主 如果叶晨真的来抢亲 我要跟他走嘛 如果能够嫁给叶晨 总比嫁给那个 所谓的神兵谷少主要好得多 如果叶晨敢出现 我就敢毁婚 不错不错 成品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你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 会不会去抢亲 里面这个少年 如果理智的话 他不应该去 因为神兵谷和太虚圣帝都太强了 他怎么能够对抗这两个势力呢 人不轻狂往少年 不是吗 如果这样做 他可能会随 那你可就太小看这个叶晨了 别人抢亲不抢亲的我不知道 但我今日倒是非常好奇 这个血月圣子纳妾的事情 落封城 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血月圣帝的圣子 莫叶晨 看上了宋家的女儿 他放出话来 今日他要来落封城纳妾 走 我们去看那好戏 大哥 血月圣帝 我们可得罪不起 而且还是圣子 他看上我们家锦鱼 我们就只能当做 是我们宋家的机缘吧 那莫叶晨 都已经纳了56个小切了 如果是棋子 我宋家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可那是妾室 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弃的 大哥 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如果锦鱼不给他当妾室 按照他那些狠手辣的性子 他们毁灭了我们宋家的 作孽啊 作孽 三年了 我已经三年没有你的消息了 现在我就快要嫁人了 或许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了 殿下 血月圣子已经进城了 不急不急 先吃鞋 我们可是随了你呢 宋家虽然不想要让宋锦鱼 给墨叶晨当妾室 但他们办酒席 可一丁点不含糊 利用血月圣帝名声 收了不少的礼物 秦洛和李懿 随了一份简单的礼物 成功地坐上了小孩那桌 血月圣帝圣子的 感谢诸位参加 谁也不能逼迫锦鱼下人 锦鱼 我来了 别怕 有我在 好大的担子 你算是什么东西 抢人敢抢到我摸一寒头上 泽泽 果然 这熟悉的剧情 发现气韵之子 姓名 肖腾 气韵等级 三阶 修为化神镜七层 体制 雷灵体 可操纵雷霆之力 身体经过雷霆之力锻造 异常强大 战力爆表 泽泽 我这反派体制自带嘲讽属性啊 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撞见所谓的气韵之子 圣子 此人如何处理 弄死吧 不要 来个好 痛快 天洁殿真传弟子肖腾 今日前来迎娶 洛峰城宋家小姐 天洁殿 竟然是天洁殿的真传弟子 天洁殿有些神秘 据说势力还要超过血月圣地 你是天洁殿的人又如何 我师尊是天洁殿三殿主 那又如何 此刻末夜寒明显底气 有些不足了 我来自云山肖家 云山城第一大家族肖家 拥有两个圣人 比血月圣地还要强一些 圣子因为一个女人 物质的树敌 不如我们让锦鱼来决定 要嫁给谁如何 此时肖腾给出一个台阶 就当墨夜寒 想要顺势惨下的时候 主人云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乃是不共戴天之仇 连女人都被人抢了 丢人哦 听到此话 墨夜寒一下子就上头了 云山城肖家又如何 宋锦鱼是我的女人 你想要抢我的女人 我莫夜寒不答应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给我打出去 此刻肖腾也是十分愤怒 本来他就已经要靠着自己的背景 吓唬住对方 可现在他只能出手了 雷塔给我出 圣气 泽泽不错 果然是天才 不过你是化神 老夫是冬天 即便有圣气 今日你也奈何不了老夫 金贼先擒王 拿下墨夜寒 今日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 小子你敢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否则 我不敢保证你家圣子的安全 吃饱喝足 该干正事了 大秦镇摩斯罢案 血月圣帝圣子 涉嫌杀害我大秦帝朝五元侯一天 我也喊你被捕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镇摩斯的道友 等我解决完和墨夜寒的恩怨 你们再处理你们的事情如何 咱阻挠我镇摩斯罢案 以同罪论处 立刻把墨夜寒交到我的手里 否则的话 否则什么 我血月圣地的圣子 其实你镇摩斯的人 想抓就抓的 这里是十万大山 而不是你们大秦帝朝 本来被肖腾阻挠的血月掌网 本就一肚子的火 现在秦洛又蹦打出来 让他感觉到更是火大 你是要阻挠我镇摩斯罢案 是又如何 阻挠镇摩斯罢案 死 惊风破语 小脚化神 也敢对老夫出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血月掌网 卧槽 这怎么可能 血月秘术 血迹 小子 你能够把老夫逼到这个场 你足以自豪 今日老夫必要将你镇压当场 燃烧本人 泽泽 真是一个废物 不和你玩了 不去走 正 重启 老头 你太弱了 这个就是子毛 我大秦帝朝 镇摩斯罢案的下场 你是否也要体验一下 给你 鲫鱼 我们走 我让你们走了吗 人我已经交给你了 你还想要如何 阻挠我镇摩斯罢案 就想要这么轻易地离开 更何况 他说你是五元红灭门 惨案的帮凶 你这是在污蔑我吗 大秦镇摩斯 就是如此般安 简直就是 滑天下之大起 无灭 不存在的 你觉得他是不是参与了 五元红府灭门惨案 哦 对 他一定是参与了 但我没有 好了 可以了 他说了 你是他的帮凶之一 啊 哈哈哈哈 我没有想到 大秦帝朝的镇摩斯 竟然如此般安 好很好 但我今日要离开 你拦不住 或许拦不住 但你身边的那个女子 你带我 和我大秦帝朝的通缉犯勾 所封城 宋家同样有罪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五元红灭门惨案 骇人听闻 我镇摩斯 有义务把此案 调查清楚 姐姐姐 吊顿 你进来陪老胡 卧槽 啊 啊 啊 大秦镇摩斯的人 都如此猖狂的吗 这里可是十万大山 不是你们大秦帝朝的疆域 别人怕了你大秦帝朝 火天节殿可不怕 老东西 终于舍得出来了吗 可惜 一个洞天静后期 改变不了什么结局 想要救你天节殿的地 那就进去吧 崔云鹤看着那人黄帆 眼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他本能地感知到了危险 骁腾被反派轻易镇压 损失一万气运值 宿主获得一万反派值 现在人质在我的手上 你束手就情如何 今日你确定要的罪 我天节殿还有云山小架 你说呢 好 很好 今日之事 我天节殿和你没完 啊 这就跑了 何人敢对我而出手 放开我 我给你们一个痛快的死法 放开我 我给你们一个痛快的死法 这就是圣人的气势吗 果然 圣人之下揭楼仪 或许还有机会 看到圣人出现 原本跑路的崔云鹤 第一时间躲在了远处 他觉得或许还有机会 则则 既然人来了 那么就不要走了 莫千诀 你涉嫌杀害我大秦帝朝 五元侯府悬架 今日我镇摩斯 要把你捉拿归案 蝼蚁一般的存在 竟然敢如此 对本圣说话 该杀 试顺 卧槽 幸好 幸好 刚刚没有冲动 这一机如果换成我 绝对足以让我受到重创 甚至死亡 必须回去摇人 来抓人 我又怎么会自己孤身射险 你是谁 我乃大秦帝朝 破军侯正通 莫千诀 你杀害我大秦帝朝 五元侯府全家 今日必要让你服法 你说我杀了五元侯全家 那还请你拿出来证据 十万大山 不是你们大秦帝朝 不是你们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 证据自然是 刚刚你儿子都已经承认了 我没有 我没说 敢翻供 罪佳一等 血月圣主 我奉劝你一句 立刻跪地认罪 否则的话 我就赶了你儿子 小子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而 好 和好 你的小命 我莫千决要定了 血月幻影 来的 一例扣万法 卧槽 卧槽 啊 啊 跑了 好像是跑了 你爹怎么那么不要人 一个圣人 这才是刚刚交手就跑了 连自己儿子都不要 这么绝情 殿下 手下无能 没有拦住莫千决 让他跑了 无妨 本也没打算能够把他立刻捉拿归 能够捞到一条鱼 已经足够了 他情络本就不是来办案子的 扮鸟案子 他是要借助五元侯府灭门一案 撬动整个十万大山 办案讲究的是证据还有证词 而莫叶寒也很痛快 要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 啊 萧辰 叶辰都写成你的同谋 叶辰是谁 不用管那么多 先写这几个 等你回去 让你爹再准备一个 你要放我回去 你爹连你的死活都不管 你也不想看到你爹在家里 给你疯狂的造地点 给你一个机会 臣服于我 我可以饶你一面 不臣服 五元侯府 都是那个老东西灭的 殿下您放心 我一定帮您把它抓住 呵呵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我需要在你灵魂里面 留下一根印记 否则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好 属下愿意放开灵魂 霍君侯 我能够完全信任你吗 完全信任的前提是什么 正兔不是傻子 他一下就明白了 殿下 我只想要问你一句话 您是否愿意竞争弟子之位 弟子之位吗 算是吧 反正未来这个大秦帝朝 需要掌控在我的手里 殿下 属下愿意誓死效忠您 好了 该去挥挥那个肖腾 你说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们往日无愿 今日无仇 我肖家还有天节殿 与你大秦帝朝 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阵营不同而已 我也同样给你一个机会 成熟于我 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绝不可能 那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一个人 不是真心臣服的话 想要在他的灵魂里面 种下生死印 现在的秦洛还做不到 肖腾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他设想过无数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秦洛 会如此果决地杀了他 喂 为什么 有时候 做个糊涂鬼挺好的 肖腾被击杀 损失全部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六千六百反派值 果然 一个小小的三阶 气韵之子而已 杀了就杀了 没有多大的意外 童子 有没有能够制服圣人的手段 或毒药之类的 系统推荐 解煞化古业 天洁极品 可短时间内 腐蚀他人的骨穴 直至死亡 对圣人 亦有足够的效果 虽不至于杀死圣人 但也可令其重伤 短时间内跌落境界 兑换价格 五万反派值 好东西啊 兑换 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为了报答你的父亲 你要想尽办法 让他喝下这个东西 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吧 是 殿下 保证完成任务 推荐 电球员 可刚到 就收到肖腾死了的消息 卧槽 肖腾死了 这怎么可能 我回来的时候 肖腾还好好的 是啊 我倒是想要问问你 肖腾怎么就死了 说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作为肖腾的护道者 为何你活着 肖腾反而死了 回三殿主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击里呱啦 击里呱啦 好个大秦镇摩斯 我们天洁殿和他们 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怎敢杀我 天洁殿的弟子 或许肖腾和他 有什么私人恩怨 哼 作为护道者 你没有保护好肖腾 你觉得天洁殿 应该对你如何处罚 属下一定为肖腾报仇 我和你一起去 敢杀我天洁殿的弟子 必须要付出血的代价 把这个消息 也传给肖腾 是 三殿主 回到圣地 莫叶涵为了下药 专门拉着莫千诀 喝了一场大酒 哭诉自己在秦陋的手里 遭到了怎样的折磨 放心 等回头我抓住那个小子 让你好好的炮制他 对不起的老爹 这下你可要遭老罪了 既然你已无事 今日早些休息 我去找你小娘吃肉夹馍了 回头爹再替你去报仇 水 是谁给我下毒 对不起的老爹 你要遭老罪了 这么快 这小子办事还挺有一套 走 我们去血月圣地 何人敢擅闯我血月圣地 杀进去一个不留 血月圣地多次在我大清地上 今日过后 血月圣地就没掉的 在这秦陋一声令下 血月圣地上千人 没开始一声 殿下属下性不辱命 不错不错 独子可教育 走 我们去看看你爹 殿下跟我来 莫千诀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如何中毒的 他藏在宗门禁地之中尝试解毒 莫千诀 皇子殿下驾到 你还不敢快跪地迎接 畜生啊畜生 原来是你给我下的毒 老子当初怎么没有把你给弄到墙上 我是你爹 亲爹啊 正因为你是我亲爹 所以为了保住儿子的命 只能牺牲您了 您也不想要看到我们墨家绝后吧 畜生啊畜生 别骂了 畜生 我就算是死 也要先带一灭亲 臣服还是死亡 记住 你只有一次机会 休息啊 我可是堂堂圣人 杀了 阿妩 我臣服 我 卧槽 说只有一次机会 那就只有一次 你们先出去守着 今夜 我要闭关 是 殿下 不错不错 化神进后期了 殿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次的任务给交了 着急什么 还有很多的主谋都没有抓到 莫叶涵 你说是吧 是是是 殿下说的是 三殿主 就是他 就是你杀了我弟子肖腾 他乃是我大秦五人红面门 惨案的帮生之一 前日已经认罪扶珠了 你该死 小畜生 今日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皮 小子 你今日必须要给我死 挂了一点 给我震 捆捆伤 给我捆 干我了 一股强大的鞭打之力 让赵阳义灵魂受到了损伤 赵阳义此刻整个人都麻了 心里生起一股浓浓的寒意 原本为徒弟报仇而来 现在小命都难保 万里底 给我报 马德 马德居然自爆 盛弃逃了 陛下 手下无能 让他跑来 无妨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李懿 你联系一下镇摩斯 告诉他们 五元侯府灭门惨案 有重大突破 其中之一 就是天洁殿 让镇摩斯 把天洁殿的准确情报告 回头 我就要去天洁殿里面抓人 是 殿下 需要让鹦鹉猴 还有外公都来逃 狮子博兔 异用权力 绝不能让对方 有翻盘的机会 这件事 我和大秦帝 朝镇摩斯没完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三面珠 你还是尽快地 把伤势修养好 此事 我看绝对 没有那么简单 在我天洁殿打算 让紫霄神雷锤 出事的关键时刻 杀了我们天洁殿的 雷洁之子 难保他们不是冲着 我们天洁殿的 紫霄神雷锤而来的 萧藤可是我天洁殿 所以我希望掌控 紫霄神雷锤的弟子 可惜可恨 此次如果没有掌控 紫霄神雷锤 我们天洁殿的修炼秘境 又没有办法打开 我们已经沉寂了 数千年的岁月 难道我们要一直沉寂下去 直到我们天洁殿灭亡吗 从那个崔云鹤的口中 得到一个情报 天洁殿里面 有一个秘宝 需要萧藤去掌控 对他们天洁殿极为重要 或许那东西 对你也有极大的助力 哦 是吗 那可太好了 接下来只需等外公 还有鹦鹉侯到来 便可对天洁殿出手 沉寞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的灵魂强度有些增加 能够短暂的催动他的肉身了 那就可以 应该让他们爷孙见一面 给他一点点的希望 想要马跑 就得给马吃点草 秦洛修炼了足足两天半后 陈湛山和四千尘也陆续到来 外公 鹦鹉侯 此次叫你们过来 是我想要把天洁殿 纳入到我的势力之中 天洁殿目前的最强战力 应该是在圣人后期 到圣王境之间 不错 在十万大山里面 培养自己的势力 这也算是另辟其境了 鹦鹉侯 沉默现在状态还可以 你们爷孙可以先聊聊 爷爷 看到沉默出来 沉湛山一惊 因为眼前的沉默 不是纯粹的灵魂体 而是有肉身的 爷爷 我现在已经能够 短时间内操纵我的身体了 好好好 你做得不错 一味地用手段 控制自己的手下 注定是落了下场 手段只是确保 他们是我的人而已 我这个人很自私 只有成为我的人 我才会不亏待他们 若不是有准确警报 应该没几个人知道 这里居然隐藏着 一个神秘的强大宗文 天结殿 破军侯 好话吧 大秦镇摩斯前来办了 你天结殿三殿 赵远翼勾结血与圣地 杀害我大秦五元侯一家 速速把他送出来府房 否则 我大秦镇摩斯 必定怕破你天结殿 狂妄的大秦帝朝 真以为在这里 可以任意妄为了 没想到他们竟然一路追杀 我到这 大殿主 我要灭了他们 一个不留 先看看情况再说 老大 你难不成是怕了 如果你怕了 那么就把雷杰神殿给我一用 我一个人就足以镇压他们 好 一切小心 狂妄的小子 我还没有找你报仇 你竟然敢主动送上门来 林武侯 你去镇压了他 是 苏生 老三 小心 偷袭 马德 不讲武德 修为比我高 还搞偷袭 诸位 我天结殿和你们大秦帝朝 应该没有仇怨 儿等为何如此欺误我天结殿 以天结殿三殿主 勾结血月圣地的圣主 杀害我大秦帝朝五云侯一家 触犯了我大秦帝朝的律法 必须要严惩不戴 无灭 你这是无灭 我有人证 莫也喊你说 我之前偷听到 我父亲和赵阳一密谋 说要杀了五云侯犬家 你看 他总不能连自己的父亲都污蔑 你天结殿包庇赵阳一 同样有队 我需要对你们进行审慕 所有天结殿地 必须束手就丢 笑话 我堂堂天结殿 岂容你如此羞辱 想要对我天结殿出手 那就拿出来你们的本事 天结殿忙于大阵 大阵挡不了多久了 唤醒师叔吧 知书天结殿有难 请出关 赶来我天结殿闹事 狂妄至极 圣王之敬马 今日来了就不要走了 老夫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留下你 果然天结殿的人 站立不速 是个好大手 想来这已经算是 他们的底蕴了 四方侯 你不在军中待着 怎么来这里了 这不是换了辆新车 就开出来试试 最近发财了 全买新车了 哪有 这是我在瓜子 二手车上买的 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99000 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买瓜子特划算 什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 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 好省 你也能99000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今日你必死 大圣不讲武德 堂堂大圣躲在暗中偷袭 无命休矣 阁下士顺 为何非要灭我天洁殿 还是那句话 你们天洁殿犯法了 敢问阁下士 此乃我们大秦帝朝九皇子殿下 敢问九皇子 刚刚所言为何 你可以问问他 赵阳义法案 我天洁殿绝不包庇 仍由大秦帝朝处置 不够 还要你们天洁殿包庇 赵阳义一事 那就把雷杰神殿 送给殿下赔礼 不够 我天洁殿愿意再拿出来 一柄圣器 作为赔礼 要不殿下你提个要求 我天洁殿如果能够做到 一定答应 我要你们天洁殿效忠于我 成为我的属下 这不可能 那就是没得谈哦 那灭门吧 机会我已经给到你们了 是灭门还是苟且偷生 你们好好想一想 李修想 杀了 沉浮于我 不见得只有坏处不是吗 你们天洁殿沉寂了太久 世间已经有很多人 都不知晓你们天洁殿的大力 难道你们最想要当个乌龟 坐在这个鬼地方 好 我答应了 我已经受缘无动 我死后会替你们去跟我天洁殿的列祖列宗解释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所有的责任 我一力承担 随着天洁殿的臣服 情络在他们的灵魂里都种下了生死印 掌控他们的生死 老头 你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 我很满意 所以我允许你暂时不死 啊 殿下说笑了 我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窟的地步 不出三日 必定会作画 这功法可以帮助你逆转生死 拿去修炼吧 多谢殿下再造之人 好像投靠对方 也不是什么坏事 听说你们天洁殿里面有一个好东西 回殿下 在我天洁殿的禁地里面有一柄圣器 明月 紫霄 神雷锤 等级已经达到了圣洁上品 紫霄神雷锤 只有拥有雷霆之力体质之人才可以完全掌控 同时紫霄神雷锤 也是我们天洁殿一处修炼秘境的钥匙 那里面人含着极为丰富的雷燕烟 已经积攒了足足上千年的岁月了 好 带我去练化紫霄神雷锤吧 殿下 紫霄神雷锤是非常狂暴 非拥有雷之特性的体质不能练化 如果一旦出现意外 恐怕 在我面前没有意外 是殿下 跟我来吧 殿下 这里面便是紫霄神雷锤的所在地 嗯 记得要及时提醒我 叶臣去抢亲之 我必须要到场 是 殿下 盗族 我听说 那个叫做叶臣的小子可能会来抢亲 抢亲 哈哈 一个被逐出太虚圣地的废物也配 我可是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他连剑骨都被人挖了 他在我面前 连一条哈巴狗都算不上 盗族说的是 不过 说不定他会来恶心我 到时候盯住那个家伙 如果他敢来就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是 扫足 如此一笑 莫非真让他连化成功 岂不是说我天洁殿的秘境也可以打开了 说不定我们也有机会分到一些好处 随着紫霄神雷锤被连化成功 天洁殿尘封千年的秘境也被打开 这里面除了我所需要一部分之外 剩下的都给你们 多谢殿下 随后秦洛把天洁殿千年积攒的雷元叶都收集了起来 秦洛拿了近乎一半 剩下一半留给天洁殿自行分配 叶尘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最心情报 万剑山庄的庄主 或许已经答应帮叶尘出头 同时他还通过了 丹顶宗千年没有人通过的考核 成为丹顶宗圣子 丹顶宗似乎也会到场 大戏已经开始 准备一下 随时出发 目标 神兵谷 太虚圣列 宋亲队伍到 即时已到 今日我神兵谷少主 宋破云和太虚圣列圣女 柳如烟大婚仪式开始 统领大人 您之前的那本小说 很畅销 我们狠狠地大赚了一笔 那个叫做叶臣的家伙 也多了很多拥护者 我是吗 好戏即将上演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如烟 我终于娶到你了 日后 我一定会好好地对你 让你成为我神兵谷里面 最尊贵的女人 柳如烟他嫁人 只能嫁给我叶臣 如烟师姐 我来了 今日没有任何人能够逼迫你 我要带你走 叶四弟 我愿意跟你走 卧槽 我就说小说的大结局 一定是叶臣抢金 柳如烟要跟叶臣走 叶臣真是一个 为爱冲锋的勇士 我决定了 等他死后 我一定会去他的坟头 收上两张纸 神兵谷的人何在 把人给我打出去 神兵谷的人何在 把人给我打出去 叶臣和柳如烟两情相远 太须圣礼和神兵谷 何苦作恶人棒打晕扬 这是万剑山庄的庄主 叶臣什么时候 攀上了这种大人物 狂妄 就凭你万剑山庄 就想要从我神兵谷内抢金 这就是神兵谷的谷主 宋日天 日天 这名字 牛啊 如果再加上我云山萧家呢 发现气韵之女 姓名 萧雅 年龄 二十岁 气韵等级四肩 注定的天地主角之一 神皇血脉传承 拥有逆天的神通 注定未来 不可限量 破镜犹如 喝水一般的简单 则则 气韵之子的气 真特么的令人羡慕 咦 那个小丫头也来了 哦 你认识 认识 之前依附在夜晨的身上 只是无奈之举 我更看好的还是这小丫头 可惜在他背后 有一尊神秘且强大的存在 萧家主 这件事 你确定要插手 今日 这件事我萧家管定了 还请宋谷主 给我萧家一个面子 如果我说不得 宋谷主 老朽愿意拿出来 一枚入圣丹 作为赔礼如何 丹顶宗的宗主 是他 他竟然也来了 夜晨乃是我丹顶宗圣子 今日 能否卖老朽一个面子 成全他们两个年轻人如何 泽泽 夜晨这靠山还真多了 神兵谷认识之后 就该到我们登场了 此刻神兵谷的人 有些起火难下 对方势力 已经超过了神兵谷太多 夜晨 你这算是什么 你除了会仗势气人 你还有什么 宋少主 既然说我正是七人 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你过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你赢了 我转身就走 我赢了 你这辈子都不要纠缠如燕师姐 好 今日 我就教教你 怎么尊重前辈 神兵进一层了 看来你的这个徒弟 另有机缘 他的运气一直都挺好的 加之他的焚天火体 如果遇到强大的异火 足以让他的实力快速的提升 你败了 卢如燕师姐 你可愿意跟我走 我愿意 好了 他的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接下来应该迎接毁灭了 我不同意 柳如燕 你可还记得 你早就已经和我师兄 定立了婚约 伤你是我师兄的人 死你也只能成为我师兄的鬼 他又是谁 柳如燕居然和人定立婚约了 发现气韵之女 静明神婉宁 年龄18岁 气韵等级 四些体质 玄叉之体 玄叉之体 暗和鸿蒙大道中的太阴之道 又称之为太阴之子 修炼几乎没有瓶颈 可快速破镜 也是圣家的卢顶体质 如果与其双丘 能够获益匪浅 居然是师妹婉宁 她居然也来了 那就是你的小师妹 拿下她 一定要拿下她 那可是绝佳的卢顶体质 沈婉宁 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资格 柳圣主 不知道我可有资格 今日 我缥缥圣帝圣女 沈婉宁说的话 就代表我缥缥圣帝的意思 居然是缥缥圣帝 那可是有大圣强者 坐镇的强大圣帝 师妹不是被 韩月圣帝的韩月圣人 说为弟子了吗 怎么现在又成了 缥缥圣帝的圣女 灵音 这件事有缥缥圣帝的圣女出手 我们不好插手了 小雅 我们云山肖家 得罪不起缥缥圣帝 这件事情不便插手了 沈师姐 我和如烟师姐两情相悦 你我同门一场 你难道就忍心拆散我们吗 我还是那句话 柳如烟必须留下 她的人 她的命都是我师兄的 今日 谁敢拦我 我就杀谁 杨长老 你缥缥圣帝 今日当真要如此吗 柳圣主 你也看到了 我们圣女的态度很强硬 圣主来了可都劝不住 出剑吧 如果你能够挡得住我 那我今日可以让你活着离开 沈师姐 得罪了 碾压 完全的碾压 叶尘这个气韵之子 有些不够看 修为不如神外 气韵之现在也不如神外 敌韵更是不行 你败了 你的小命我要了 叶尘哥哥 姐妹 小女娃莫要冲动 给老夫一个面子如何 路远 小辈之间的恩怨 你也要插手 你当我不存在吗 我丹顶宗已经一千多年 都没有圣子了 叶尘是我丹顶宗的希望 她不能出世 与我何干 这是三百年前 你缥缈圣帝圣主给我的信物 拿此物 可要求你缥缈圣帝做一件事 今日我就只有一个要求 此事作罢 这的确是圣主的令牌 叶尘 我可以留给师兄杀 但留如烟 谁也不能够带走 不行 如烟师姐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她是我的妻子 更何况 沈师姐 你口口声声说 如烟师姐和秦师兄 有婚约在身 还请你拿出证据来 没错 沈婉宁你口中的婚约纯粹 是子虚无有 你想要替你师兄出头 我可以理解 但婚约压根不存在 如烟并不是秦乐的未婚妻 你有什么理由留下如烟 精彩精彩 嘖嘖 谎言说的多了 连你们自己都信了 什么也不论我这个当事人 师兄 多大人了还哭鼻子 放心 接下来一切交给师兄 柳圣主 多日不见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的无耻 不过呢 往日的仇怨 我情络大度 不打算和你们计较 今日我大清镇摩斯 前来抓捕五云侯府 灭门残案的凶手 戒尘 你犯法了 来人 把叶琛给我带走 是 殿下 卧槽 卧槽 这不比那个 小说精彩 一波三折 太有意思了 大秦帝朝 你们过界了 想要拿我单顶宗的圣子 还请拿出证据来 既然你们想要证据 那就上人证 莫也喊你来说 是 殿下 我父亲莫千诀 和五云侯府有仇 所以他就重金 邀请了很多人 去覆灭五云侯府 此人就是其中之一 无面 秦乐 你这是属于公报私仇 我承认 我之前是和你有一些冲突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 污蔑 他连自己的血脉至青都供出 你说他会污蔑你 好了 不合你废话 给我拿下 好 阻挠我 镇摩斯执法 当斩 卧槽 一二三四五五个圣境强者 现在你确定还要拦我 爹 你一定要救救陈哥哥 这这这 呃 家主 必须要保住夜城地 我师尊随后就会的 好 大秦镇摩斯 先前无故杀我萧家子弟萧藤 如今又胡乱之法 今日最好是拿出 让我等幸福的证据来 哦 没错 这里是十万大山 不是你大秦抵朝 岂能让你们随意拿捏 杀了 卧槽 陆宗主 就我 赵庄主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你的对手 是由我们 宗主 请贼先请我 好 郎长老 你师兄或许不会有事 圣 圣王敬 给我死 父亲 爹 我不要你死 我不要你死 万剑山庄的庄土死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 刚杀了不能浪费 我发誓 我日后必要杀了你 杀我 小姑娘 你怕是没有看清楚你现在的处境 秦罗 你放开灵音 你要找的人是我 不要千怜无辜 哦 你还知道千怜无辜 要不是因为你 你觉得他爹会死吗 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 我可以考虑饶他一命 秦罗 你放了灵音 我和你一战 如果你赢了 我任你处置 我说了 你跪下来就可以饶他一命 好话不说第二遍 现在看来 你并不是爱的 只是利用他而已 叶辰 碰尸所爱 损失一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一万反派值 爱情这么不值钱 还给一万 秦罗 你有本事和我一战 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哼 卧槽 师 师尊 此刻夜晨一下子有些慌乱了 毕竟之前 他为了活命 抛弃了自己的师尊 叫主人 主人 卧槽 夜晨心境崩溃 损失五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反派值 师尊 你怎能 你怎能如此 不要脸 夜晨心境 持续崩溃 损失五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反派值 提示 气韵之子 有入魔的趋势 夜晨被废 损失五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反派值 干得漂亮 夜晨弟弟 走 必须要走了 不 我不走 我要救夜晨弟弟 而且 我师尊 马上要到了 我们走 师尊 我不走 你帮我杀了 那个家伙 救出夜晨弟弟 今日 你死定了 我死不死的 你就不要操心了 但你今日走不掉 既然你来 那就不要走了 这种气势 我好像只从 大圣镜的圣主身上 感受过 萧家主 你带着萧雅快走 我去挡住她 好 萧雅 我们走 如果你跑了 我就把夜晨凌迟当场 让她惨叫七七四十九 天而死 不要 太走 你的女人看来也没有那么爱你 是不 还是把你抛弃了 泽泽 可怜啊 秦洛 你不要得意 萧雅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是吗 可是你以为她能够逃得掉 又一个圣王 两尊圣王 一尊大圣 难不成 大秦帝朝这是打算对十万大山动手了 这件事必须要立刻禀告圣主 看来你的小情人跑不出去 他们可都是被你连累的 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灾心 有师妹 我给你一个机会如何 你如果愿意替夜晨认罪的话 我可以让夜晨活下去 四兄缩笑了 夜晨偷到我泰虚圣帝的至宝 还污蔑师兄 我和他只是虚语唯一而已 此刻夜晨也猛了 之前那一句我愿意 还有在耳边 师兄 我愿意侍奉在您左右 您之前当着泰虚圣帝所有人的面说过 你要让我成为您的妾室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愿意 我也同意 如烟可以成为你的妾室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泰虚圣帝的圣主 看这就是你夜晨喜欢的女人 我真为你感觉到悲哀啊 我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 当我泰虚圣帝 你也配 秦洛 你不要 我要柳如烟给我如何 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随 即使夜晨即将入魔 会损失全部气韵值 如果一旦复仇成功 会再次成为气韵之子 夜晨弟弟 夜晨弟弟 秦洛是魔子 他是一定是 不要 不要 成功击杀气韵之子 获得其全部气韵值 获得奖励 建议小城 获得奖励 魂精一颗 秦洛因夜晨之死 伤心欲绝 损失五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五万反派值 师尊 这位前辈 今日之事 到此为止如何 我觉得不好 我乃是玄天道宗 长老慕容许 大秦帝朝是非要和我 玄天道宗做对吗 消雅可是我 玄天道宗宗主 看重之人 是内定的道子人选之一 玄天道宗 这可是号称 可以和大秦帝朝 分庭抗礼的势力啊 此刻秦洛也是眉头微皱 道宗乃是凌驾于 圣地之上的存在 整体实力 虽比不上大秦帝朝 但他们也有可能 会有准地级别的强者 那个身体 你有没有兴趣 我有一种秘法 可以让一丝魂灵 寄居在他的身体之中 来日可慢慢地影响他 侵占他的灵魂 但对我而言 也有一些弊端 不重要 他不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必须要拿下 此人是魔子 丧真 这里的魔子 指的乃是域外邪魔 之前为了铲除邪魔 人族通力合作 组建了一个叫做 天道萌的组织 玄天道宗 便是天道萌的开创者之一 没错 这是叶晨弟弟死之前 亲口告诉我的 此人 修炼了吞天魔宫 他能够随意地吞噬 我们人族的血肉 还有本源 吞天魔宫原本 并不是天魔宗的功法 而是域外邪魔所留 秦洛之前 在太虚圣地 可是承认了 他修炼了吞天魔宫 是你不是 精彩精彩 你继续 萧雅觉得叶晨死之前 说那句话 一定不是欺骗他的 秦洛绝对是魔子 你一定是拥有 域外邪魔的血脉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你手中的那个东西 应该是忘魂帆吧 诸位可能不知 忘魂帆乃是我 无数人族强者的魂魄 和骨血 炼制而成 师兄 原来你是域外邪魔 我说呢 为何我亲爱的师兄 性情大变 原来 你早就已经不是 我曾经的师兄了 验测到宿主 遭到指控 承认指控 可消耗全部反派值 如他所愿 这全部反派值 可是三十多万 回报大于投资 机会只有一次 气韵之子 杀的太多 天道已经警觉 天命之子 或许会出事 宿主请尽快 做出你的选择 好 办了 精彩精彩 说的真精彩 你说的都是对的 就如你所言 我是域外邪魔 卧槽 这人皇 不 这忘魂帆的帆杆 是999位 圣洁强者的骨头 淬炼而成 帆布沾染了 数位大帝强者的精神 包裹过数位大帝的尸身 真的假的 那是忘魂帆 秦洛真是域外邪魔 你脑袋袖了 秦洛可是 大秦帝朝的皇子 他是不是域外邪魔 大秦帝朝 能够知道吗 承认指控 获得真魔血脉一条 真魔也好 邪魔也罢 只要够强 就能主宰一切 获得人皇帆增强 方干以9981位 人族强者织鼓制作 帆布以大帝强者精血淬炼 其内增加数千万王魂 品阶提升中 卧槽 这是万魂帆吗 这万魂帆 怎么会金光闪闪 散发着浩然正气 这是万魂帆 此刻 萧雅的师尊也是猛了 刚刚萧雅说的信誓旦旦 她都有些相信 可现在她从这万魂帆上 感受到了皇子的威严 感受到了浩然正气 就是唯独没有感受到 一丁点的邪恶气息 这就半步地兵了 这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啊 这一定是 秦洛 你敢不敢打开万魂帆 让我们看看里面 是不是我们人足死去的王魂 算是什么东西 一说打开就打开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刚刚承认是因为戏的 现在凭什么 我又不傻 叶辰之前在太虚圣地 想尽办法地污蔑我 最后发现 不过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现在你又在这 公然指控我 这个大秦帝朝的皇子 为御外贤 是何居心 难不称 你是想要颠覆我大秦帝朝吗 别说你是玄天道宗的道 就算你是玄天道宗的宗主又如何 如果今日要为大秦帝朝讨个说 出手吧 卧槽 那个叫做逍遥的冲动了 大秦帝朝的皇子 怎么可能是御外邪魔呢 没错 他为了报仇 已经不择手段了 那个叫做万魂帆的东西 估计也是他编造出来的 还描述的有模有样 好 我和你一战 给我死 四项剑法 四项合一 该结束了 结结结 准备赢给死亡吧 护好 有强者降临 执行避计法 好 可克一道缩小了无数倍的西皇 直接侵入到了消雅的灵魂之中 消雅灵魂被侵蚀 损失两万气韵值 宿主获得 两万反派值 我玄天道宗弟子犯错 自有我玄天道宗处置 今日就不劳烦 大秦帝朝的诸位费心了 不知可否 可以 今日之事就此接骨 还请玄天道宗管好自己的弟子 大秦帝朝的皇子 我苏千尘的外孙 不是谁张口就可以污蔑 我此之言 如若我再次听到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此事 我玄天道宗 自会给大秦帝朝一个交代 还不速速退下 是 我们还会再见 之前就有言在先 阻挠镇摩斯执法者 当杀制 杀了 是 卧槽 卧槽 诸位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喜酒你们是喝不上了 还请离开吧 是 害虚圣地的人 暂时不要离开 我还有一些账要和你们算一算